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州的北京有一个温州村 温州村里面有一个女的做裁缝 温州村都是很大的规模 在北京的南部有一个很大规模的浙江村或者温州村 它里面有大量做裁缝的人 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发便宜服装的集散地 这里面这个女的是做裁缝的 然后跟这个保安呢就有一种这个 反正是违反八容八尺的一种不正当的关系 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坚决批判的 她这个有这么一种情况 然后呢这个女的呢就跟她聊天 两个人在那个小屋子里边 在那个女裁缝的小屋子里边 然后就聊天 聊天的时候呢这个女的就跟这个男的呢 就拿出她丈夫的照片来 说这个你知道我丈夫在哪吗 我丈夫在巴黎 一看的后边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埃菲尔贴塔 然后说你看我丈夫是在巴黎的 然后这个男的这个保安 男保安呢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他极为潇洒 哎呀说你那 你到我那 世界公园啊 你到我那 照下来一模一样 就跟巴黎一样 我那也有 我那也有这个埃菲尔贴塔 到我那照 最后结果是一样的 哎呦 这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什么叫中国电影 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文化想象 就好像是在世界公园啊 想象一个埃菲尔贴塔 是不是真的 你从照相里看是一样的 是不是真的无关紧要 它在照相里是一样的 它里边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 就是真的没有了 它那还有 这个世界里边有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昨天我讲过的 911以前的这个世贸中心 这个双子星座 然后他那个两个人 就两个保安从这走过去 然后呢 这个人新来的 老的保安 就是这个男主角 给这个女保安 给这个新来的一个保安介绍 说你看 说真的都没了 咱们这还有 你看一个大的这个 世贸中心在哪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就是怎么去想象世界啊 变成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我们前面讲过很多了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就是新世纪 中国电影的文化想象这个问题 我想从两个角度来入手 一个是中国电影 在这个近二十年 都二十多年来的这个发展变化里面 怎么会走到今天啊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大家可能需要了解的问题 因为可能大家并不熟悉电影 可能偶尔看电影 因为现在看电影的人是 可能越来越少 但是呢有一个很好的看法 看电影的方法 就是一个是叠片普及了 另外一个是网上 让大家都可以当下很多电影来看啊 这个当然是也有不合法的成分啊 比如这个叠片 这个看电影 现在变成了这个主要的一个方法啊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啊 我现在发现我碰到的影迷 都非常伟大 就他们呢 知道的电影的知识之多 之广 能力之强 比我们那一代人 根本就是完全不能比的 为什么 就是所有的世界主要的大师 片子都如数价珍的 我经常碰到那种影迷 就这个超级影迷 一看你就得望而生未啊 就害怕 他跟你比赛啊 他说起什么 那个基斯连斯基 什么阿尔莫多 就是大师小金阿尔兰 黑泽民的电影 他每一个最偏僻的电影 他都看过 吓人都是啊 然后什么最近的 比如像严谨俊二 就拍情书的那个什么 就拍过哪些片子 他都表如指掌 有一个小小伙子 就来跟我这个赛 因为我认为我是看片子 还是看的比较多的 那一个小伙子就跟我的比赛 就我那些完全比不过他 什么鸡脚嘎拉电影都看过 真是 那个世界欧洲电影 什么很偏僻的电影 他都看过 真是让人探服啊 那探服以后 你就发现 这个电影怎么看来的 很简单 中国人民就跌了 六块七块 在北京 在电影圈附近的那些地方 后来这个 外国人看来都很害怕 那个怎么 那一大盒子中的 非常精美的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合法的 不清楚这些事 当然我们坚决反对造反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 这东西他就放在那儿 他这个一大盒子 比如说阿尔摩多瓦 还有他的简历 一小本册子 里边有他的简历 他的创作经历 什么什么都有 这么一盒子 然后呢 他卖这个 每一张碟 每一张电影的碟 才卖七块钱 那真是比一本书 要便宜的多 然后接着还 最后呢 你买的多 我发现这个 买的多的时候 他说干脆 得了 我给你降一块 每个碟片六块钱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个现在碟 你是看不过来 所以现在有两种 两个族群 一个是买碟看碟的人 还有一种人呢 是只买碟不看碟 有残了大量的 世界电影的碟 从来不看 现在这种人也非常多 就这是历史 就是现在这些 这个情况啊 特别有趣 就是看碟的文化 它变成了这个 看电影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支柱 现在我觉得 出现了一种看碟 和这个看这个 看碟和看这个 什么的文化 这套文化是非常非常 有趣的 这套文化是非常有趣的 看碟的文化 和看这个 什么的文化 这个文化的 重要的性在哪 就是它有两个意义 就是一个是改变了 我们观看电影的方式 你可以发现 现在主流电影的票房 大家说在 讨论这个电影的票房的时候 就会发现 中国电影票房 原来我们想象的 就是应该是全国 到处都是市场 武汉也是一个市场 这个长沙也是一个市场 农村也是一个市场 然后这个电影一铺开 比如无极 大家想的 或者英雄一铺开 这些电影 在这里都能赚钱 或者是都能 大家都去看 那你现在发现 还没这个事情 你比如说在武汉 这个地方 它可能这个电影 就不是一种主要的文化生活 很少有人看 然后呢 最后就发现 这个中国电影 主要的票房 如果要有票房的话 主要票房就集中在三个点 就三个点 三个地方 就是北京 上海 广州 非常不幸 就这三个地方 就是你这个电影 在北京上映成功了 你第一场演赢了 很多人你就知道 成了 事就行了 然后但是你如果 北京第一场一看 这个贾山科 刚才我讲的 世界就是这个情况 就去年上映 公演的时候 第一场是招待的 招待的完了 就是所有的邀请 这个大家来看的 朋友看的 看完了以后 第二场 就是正式上演 就看看那个 在王府井的这个 东方广场的 最豪华的电影院里面 那个电影院 很好的电影院 然后接着你进去看 稀稀拉拉 大概有六个 六七个人 这时候你就知道 不行了 没事 怎么回事呢 就是中国电影 现在它变成了 这个市场 变得非常的独特 就基本上是 靠三个大城市 有票房就有票房 最后你像武汉 这个地方 也是伟大的城市 非常厉害 这是中国的 中间的这个大城市 但是你发现没用 想来这放电影 这是致命的 根本不可能有 当然大家可能 还也享受了 也看到很多电影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好像 不知道你们华中 这个科技大学里边 有没有电影院 我不知道 那你们也能看到电影吗 啊 既然看 那你们价钱 肯定很便宜啊 所以就不能算 做票房的 有可能是 根本不能算 做票房的这个电影 有可能 这个也有可能 不能算票房的 嗯 所以有趣的地方 就在这个中国电影啊 它的挑战 其实非常的严峻 非常严峻在哪呢 就是我们可以 重新追溯 就现在呢 中国电影一方面 是面临着这个 前所未有的 这么大的机遇 但另一方面 它又面临着这个 前所未有的 这么大的挑战啊 啊 又有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这些问题呢 都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 怎么去思考它 这是我今天想讲的 就一个问题 就是探讨这个现状 究竟怎么回事 目前的情况 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从历史看 今天是怎么来的 我想从历史看 怎么来的 有几个关键的点 是要注意的 第一点就是 第五代 什么叫第五代啊 第五代是干嘛的 中国电影很奇怪的分法 就叫做有六代 或者叫七代 现在有六七代的人 就这个分法 是全是中国没有的 原来作家 你也不分成 第六代第七代 除了政治啊 我们有第几代领导核心啊 这个是一个情况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基本上没有分代的 但电影它是分代的 分成这个基本上 是分到目前文指 大概可以算的 大概是六代 或者过七代 这个分法是怎么回事 我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中国电影 分成很多代 这个代际的关系 是中国电影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第一代 就是中国电影创始的 什么是中国电影 创始的时间呢 就一九零五年 大家知道 谭心培的定军山 这个看过 这个看过 这个大家看过 这个很多 最近拍了电影 纪念这个 去年是很宏大的 纪念这个电影 一百 中国电影一百周年 然后大家都都都 都学习这个事 那么定军山开始 这个不算一代啊 这个拍了也白拍了 这个照相馆老板 这个人老板 这个拍了这个 也是白拍 他也不能算一代 这第一代是从哪儿的 就是中国电影 形成这个所谓 工业生产能力 工业生产能力 什么时候呢 二十年代 这个比世界电影 形成工业生产能力 大概比好莱坞 也就是晚十年左右 十年左右 十年到十五年不到 不到十五年的时间 比好莱坞 所以中国大概是 跟世界的这些艺术啊 大概是这个 同步产生的 就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这个电影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同步产生的 因为中国本来 要不是自己传统里面的 那些艺术是自己发展 跟其他这些国家的艺术 是没有互相互影响的 你比如跟这个 莎士比亚和曹月琴 大家都在比较 那他们俩其实互相不知道 但是中国唯一一个 跟这个所谓的 世界市场 有关系的艺术 就是这个电影 那么第一代电影 就是这个 有一批这个导演出现了 那个时候 最著名的有什么 郑振秋 张石川啊 很多人 那么这个电影呢 就是和一种 小说的流派结合起来的 就那个时候最流行的 日常生活里面流派 叫做这个鸳鸯蝴蝶派 这个大家可能学习过 什么叫鸳鸯蝴蝶派呢 这个有 就有个说法 叫这个 萨六鸳鸯同命鸟 一对蝴蝶可怜虫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是讲恋爱的 讲恋爱就是这个 才子家人 后来就 这个也有反封建的意义 就是这个才子家人 然后他们不得 不能得到这个婚姻结合 萨六呢 就是这个两个十八岁 就是三十六 萨六鸳鸯同命鸟 就是一块飞 然后这个叫做 一对蝴蝶可怜虫 这个说法就是描绘这个 鸳鸯蝴蝶派 但是鸳鸯蝴蝶派 并不是仅指这个 这个写谈恋爱的 鸳鸯蝶派指的面很广 什么都算 就是民国 中华民国时期 以至于清末的这个 叫做通俗文学 大概都是这个 鸳鸯蝶派 都被统统的概括为鸳鸯蝶派 并不是说武侠也概括在 鸳鸯蝶派里 大家看这个 握虎藏龙 看过这个握虎藏龙的 那个原来的小说作者 他这个也是 算在鸳鸯蝶派里面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些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第一代就是那个时候诞生的 一批导演 就比如郑振秋 张石川 他们拍的经典的作品 有什么 比如说 孤儿救祖祭 这样的一些作品 非常经典的 然后同时的后边 还产生了很多导演 杨小仲啊 还拍武侠的 比如那个时候拍了一个 火烧红帘寺 这个中国电影 史上非常经典的 这个武侠电影 那个像拍电视连续剧 拍了第一部 就拍轰动的 还有这个人啊 那时候当时 中国人民那时候 没有这个体验 没看过人在空中飞 那大概是第一次 那么飞起来 呜呜一飞 然后还有火烧的 这个壮阔的场面 大家都非常着迷 这个火烧红帘寺 一发不可收 拍了很多集 这个武侠电影 所以这武侠电影呢 是中国电影的 传统的类型 就是也是最受欢迎的 一个类型 这是一个第一代 这个从来都是这样 就是中国电影 但是基本上 从早期开始 就是两个类型 大家看第一代 其实就拍了两个类型 一个是家庭感伤 就是哭哭啼啼 很惨 就是妈妈 再爱我一次那种 小孩倒霉 挨打 惨得不得了 就晚君啊 大家看这个 琼瑶电影 基本上有这个神韵 就是挨打 惨得不得了 然后妈妈的叫 然后大家都难过得不得了 感伤得不得了 痛苦得不得了 这种电影 大概是 这个是一类 就是所谓感伤的电影 用家庭伦理关系 做感伤 这个电影 这种电影 有很长的传统 大家一看 你看 从这个电影 一直到这个 谢敬的电影 大家看谢敬电影 基本上也是这种 感伤的题材 非常难过 非常痛苦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谢敬电影 也是类似的这种题材 你比如说 天云山传奇 大家看八十年代 谢敬的电影 他讲一个人当了右派 当了右派 然后他的妻子 也气他而去 跟一个当时领导干部 心眼很坏的领导干部 一起结婚了 他呢就是 当了右派的知识分子 非常崇高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 很苦啊 没有人理 大雪 下起了大雪 这时候有个戴眼镜 长得不漂亮 但是是蜘蛛的一个女青年 就爱上了他 然后就拉着 在大雪里面 拉着一个破车 不是破车 就是一个牌 一个牌 就是那么一个木 木头搭的一个东西 这么拉着 然后把这个人呢 就病得人就躺在上面 然后就一步一个 在雪里面一步一步走啊 那时候我当时 那个时候还二十岁啊 你看这个 真是感动的一大呼吸 真是 情不自禁就流泪 情不自禁就流泪 他为什么 他就是这个东西 从 他就是一种伦理关系里面 从伦理关系里面 挖掘这个人性的 这个根描啊 这个大概是中国电影啊 最基础的一个 想象力的空间 就中国电影有一个 跟中国文学不太一样的地方 大家看这个五四新文学啊 基本上是国家民族的大忌 就是国家怎么办 人民怎么办 民族怎么办 他忧虑的是高端的事情 大事 可是这个中国电影呢 他一般的来说 因为很难 因为电影的观众 大家都知道 这个电影 从他诞生的第一天起 就有一个很不幸的经验 就是这个 很多知识分子 他一开始都不喜欢电影 为什么 那时候电影是一种庸俗艺术 现在知识分子都喜欢电影了 为什么电影已经变成小众的艺术了 很多电影 不一定是所有的 但是现在电影跟电视比 他又是小众的 精英的 特别是那个大师的片子 所以现在知识分子都喜欢电影了 你看这个没有 虽然说很不去电影院看 但是家里看碟还是没问题 每个知识分子都说 在家里看了很多碟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感伤是中国电影 第一个主题 为什么 他要迎合小市民 就是什么呢 中国电影的所谓主要的观众 就是市民阶层 就是这个城市里面 饮车卖江者流 城市里面有点文化的人 小知识分子 城市里面干活的工作的人 城市的白领 这都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一个 这个电影最基本的生存的空间 就是电影卖票卖给谁 就是男女 大家都想到 就是中国电影 就是一种社交方式 这个社交方式 从电影 中国电影开始的时候就走了 就到电影院 干嘛 最简单的 就是现代青年谈恋爱用的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就买两张票 然后男的给女的买票 一般都是 不是AA制 高大制 不是这个 就是一个男的给女的买票 买完票以后 两个人去看 这就是这个 然后呢 一看电影里面 有很多感伤 然后女的哭得像泪人士 男的就安慰他 然后就 这个一般的来说 所以这个 他这个效果呀 他这个效果 对都市人来说 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电影的作用 电影的作用和功能 这个方面 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感伤 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武侠 就中国的本土的 电影形式 大概基本这两种 到了解放以后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武侠 转到了台湾 香港 中国电影 仍然还有这个支麦 那这支麦 基本上转到台湾 香港 那这个感伤的电影 基本上还在中国内地 也还存在 你可以发现 那些电影 都还是革命电影里面 也有很感伤 很惨的 比如革命家庭 大家看看那电影 青春之歌里面 也都有很感伤 很惨的这个段落 虽然是革命者很坚定 但是你看他 还有很多儿女情长 很痛苦的东西 特别是谢靖的电影 大家看看 舞台姐妹 女蓝五号 谢靖的电影里面 有很多这种感伤的元素 就是他那个革命的电影 他也有很多感伤的元素 这个是第一代 刚才讲的 就是郑振秋 张世川 然后我们介绍了两种电影 中国电影 基本的类型 一个是这个 就从那个开创时候开始 就这两种 一个是武侠 一个是严情 就是不是严情 不是说光严 那个谈恋爱的情 而是这个家庭的情 父子情 伦理情 这中国电影 最经典的作品 一开始的 就是郑振秋 郑振秋拍的 就叫孤儿救祖记 就讲一个孤儿 怎么去救他的这个爷爷 这个电影 非常的有名 非常的有名 非常的有影响 然后第二个电影 叫做欲离魂 就讲这个 一个一个一个女的 怎么病死了 这个都是很惨的故事 就是家庭里面 妻离子散 儿女情长 这样的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特别吸引人 你看着就要流泪 这个大概 这两种类型 是我们基本的 那么第一代呢 就是郑振秋为代表的 这一代 那么第二代是什么人呢 就是192 1930年以后啊 这个中国电影 有了一个左翼的传统 就左翼 左派 就是这个共产党 主要是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的地下党 进入了这个电影圈 进入电影圈干嘛呢 他们就拍了一些 左翼的电影 这个时候也涌现了一批 大导演和大演员 大家都熟悉的 比如说大电影 经典电影 大家熟的 中国电影最经典的 三四十年的 那个黄金时代 就是这个所谓第二代开创的 比如说像这个 大家都熟的 《马路天使》 《马路天使》 什么《陶礼节》 《陶礼节》 什么《一江春水向东流》 《八千里路云和月》 你发现这些电影 都盖莫能外 它一定有一个 就伦理上的冲突 大家看这个 《一江春水向东流》 是不是很熟悉 你看那个惨啊 他那个在这个 非常戏剧化 都是好莱坞的 这种戏剧性的场面 你看那个最后就是 张忠良 在那个豪华的宴会厅里面 到了上海以后 张忠良在豪华宴会厅里面 正在那高兴啊 他的这个妻子 然后这个白羊眼的 那个女主角 哎呀 在外边挨打 很痛苦 他那个小孩可怜的 啪啪一叫 然后大家都留下同情之类 这个中国电影 永恒的主题 永远不会变的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就是第二代创造的 就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比如说蔡出生 郑军李 这个是第二代代表人物 那什么是第三代 第三代就指的是 这个解放前后啊 就解放前 四十年代的后期 到解放以后 那么出来的一批导演 就是 这个第四代 第三代 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 当然就是什么谢静 还有很多啊 比如北影的 有三个大帅 有什么崔薇 崔薇 有什么崔薇拍过 这个大家可能都熟悉的 这个电影 就是这个青春之歌 水华 水华拍过的 也拍过很多著名的电影 成英拍过这个南征北战 张军长什么 都是成英拍的 就是很多人拍电影 这是第三代 那么什么是第四代呢 就我们要想的 就是八十年代以来啊 我们跟我们主题有关的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 就第四代和第五代 什么是第四代和第五代 这个很重要 第四代呢 这个特指 这中国电影史 大家如果稍稍熟悉一下 对看电影很有利 你要看蝶 当然看蝶 可能都是大多数的人 都是看西方电影 现在 这个倒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没有人 也有很多人怀旧 看老电影的蝶 但是这个中国电影 第四代 非常重要的 就是八十七十年代后期 和这个所谓新时期 和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联系在一起的一代 这个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些 电影导演 比如说城南旧市的 这个吴一公 现在是这个中国电影家 先会主席 吴一公 城南旧市 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这都是经典的 八十年代经典的片子 还有像这个 吴一公是这个 非常有代表的 还有什么张万兴 就已经在一九九六年 过去 一九九五年过去了 他拍过什么电影呢 有代表性的作品 就是这个叫做 青春记 八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就这有一批导演 就像第四代导演 那么到了这个 但第四代导演呢 他可以说是 在新时期初期开始出现 那么到了这个 八五年 一九八四年 八五年 出现了一个重要的 中国电影的转折 这个转折是 大家都应该记住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 叫第五代 第五代基本上 他有宽的 又斩的两个概念 宽的概念的第五代呢 就是指的是 有一批 在比较年轻 三十岁上下 打倒四人帮以后 没有在 没有是说 因为第四代 为什么跟第五代不一样 第四代是在 这个解放 就文化大革命前 就上了大学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拍电影 上完大学以后 文化大革命的 以前就上了大学了 上了电影圈 但是一直没机会拍电影 因为那个时候 电影 拍电影的人 不能像现在 现在拍电影 是很容易的 比如各位想拍电影 现在也有很多机会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做这个DV 做DV就能拍电影 你说干就干 然后你找你宿舍里 三个人 最近经常看到这种片子 然后张三扮演 什么 一个什么 陈思的青年 李四扮演 一个热情的青年 王武扮演 一个妩媚的青年 你就拍 然后你在中间扮演导演 你就啥意思 说开 开没了 open 就开始 这套 开没了 就开始 然后这套 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一套 一套过瘾的办法 然后你还能一场 击打板 啪一打 你过过瘾 然后自己可以 现在成本很低 但是那个时候不行 因为那个时候 每一部电影 他要花很多钱 钱都是哪来的 所有的电影 都是国家 拿钱出来拍的 都是国营企业 所有的电影厂 是国营企业 大家都在计划 经济的环境下面 它是非常管理 电影的管理 非常严格的 那么这边 严格的管理 下面这个第五代 怎么出来的 第五代是干嘛的 第四代呢 就是在这个题之内 他拍片的 第五代是怎么回事呢 第五代就是 文革后 1978年 特指的 基本上宽的 就是说 窄的概念 第五代 我讲了 刚才讲宽的概念 就是指的是一批导演 后面我们再讲 窄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指的是 1978年 这个进入电影圈 学习的 第一批的 一百五十几个 一百五十四个人 一百五十四个人 里面出现的 这个导演 这个导演里面 就是中国电影 大概主要的人物 很多后来主要的人物 都集中在里面 大家都熟悉的 最熟悉的 就是张艺谋 陈凯歌 张艺谋是 这个 张艺谋是摄影系 陈凯歌是导演系 那么导演系 还出了很多人 比如田壮壮 导演 这个摄影系 也出了很多导演 到处都是导演 就这些人 然后呢 田壮壮 比如现在的 侯勇 顾长卫 都是那一代的人 顾长卫 大家会看过 顾长卫的电影 最近新拍的电影 所以把顾长卫 算是个年轻导演 最近有人介绍 但是他确实是 在导演是年轻 但是他这个 作为摄影师 他的历史太长了 他这个资格很老的 这个摄影师 但不管怎么说 就这时候出现了一批 一批人 这批人呢 当时电影学习的 他这个 就是国家培养 电影专业人才 大概基本上 就是这一百五十四个人 这是一种极其虚缺的资源 不像这个我们 可能这个华工培养的 有什么好 机械什么 都是华工很好的专业 但是这个人呢 还是太多 因为他这个 别的学校也有 但是呢 虽然你们排名第一 很好了不起 但是呢 他还别的地方 还有这个专业 互相还有竞争 还有一个王武 是北大毕业的 他也是基业的 他怎么办 就撞车了 清华也有毕业的 也还有 这就麻烦 但是那个电影圈 他的资源太稀缺 就是一百五十四个人 全国就这么多人 他没有 他原来从来没这个专业 到了后来 现在多了 现在这个遍地 就是这个专业 现在这个每个学校都有 好像理科院校 很多都有了 同济大学 都有影视专业 还有影视表演专业 什么 到处都有 这个都不奇怪 不知道华工有没有 影视表演专业 没有 那我觉得这个学校 各有各的长处 那没有也还是 就反正是 个人有个人选择 有也好 没有也好 我都没有意见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这个东西 是一个极其稀缺的资源 第五代 就是从这些人里面 诞生的一批人 主要的就特纸 还有一批呢 就是在这个周围的人 加入到 有些戏剧学院毕业的 你也来了 还有一些呢 没上过学 叫周小文导演 他就没上过学 他就是从这个副导演干起 但是那时候 他也开始拍片子 就有这么一些人 这个是宽的概念 窄的概念 就是特纸 七八般 叫第五代 这个大概是 最重要的一个开始 就是新十七 在这个 1980年 思想解放运动以后 最重要的开始 就是第五代 第五代 大家知道 有两个电影 是最重要的 标志着第五代 开端的电影 一个和八个 和黄土地 一个和八个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电影 是一个张军昭导演 但是呢 这两个电影 都是在哪儿拍的 都是这个 广西电影制片厂 然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 这个电影资源粉稀缺 然后呢 人的机会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电影制片厂 这种大电影制片厂 它没有什么机会 就拍片的机会很少 就跟大家似的 你到一个大的单位 大公司 你比如说 你去了这个联想 你去了这种大公司 你可以发现 你机会很小 你得从初级干起 可是你到一小公司 你发现 你这公司 只有一老板 第二个呼员就是你 那自然就把你 聘为总经理了 对吧 这个时候 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他这个时候就是这样 北京电影制片厂 他有很多大老板 你发现一个年轻人来了 他干嘛呢 首先就是做 这个 场记 就是说拿打板的 拿了一个板子 上面有镜头 38号 然后呢 啪 就开始了 就在为什么 你放在前面 拍摄的时候 他有一个 就摄影机拍到你那个 38号镜头 啪 你一打 然后你拦你车出来 就开始 然后啊 就开始了 就这个是 这就是这个 拍电影的 这个首先要做的 就从打板开始 就叫做场记 场记就是 并且把这个号码都错 因为拍电影的方法 跟各位办事 跟我们看的电影 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电影 是按照这个故事情节来的 拍电影是 这个就是 在这个场景里的 所有故事 我今天都拍掉 就这一段时间 我就国专拍这个场 比如我搭了一个警 今天是在家里的戏 在家里第一场 就是两个人相遇的戏 和这个第二 最后一场 这个男女自杀的戏 两个人 自杀自尽的戏 都要同时演 刚演了 他们 哎呀 我们刚相识 在这房子里 然后下边一场 就是棒棒 互相就已经自杀了 这时候你发现 这些表演 它都是这个电影的生产 它跟这个 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 按照这个时间流程来 我们很多人都有误解 就电影界外行 他有误解 他就以为啊 这电影 它就是拍的 就跟故事拍的 拍法是一样的 其实这是一个绝对的 错误 或者是绝对的 不对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所以我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大家要 这个第五代导演呢 就是当时 他就没有机会 他一开始 就没有机会 只有什么呢 就几个导演到了 只有张军昭导演 到他们张艺谋等人 分配到广西电影这片场 广西电影这片场 是一个小的边缘地区 大家现在看南宁 也还是一个 非常好的城市 但是还是不是 规模不够大 就在南宁 设置电影这片场 所以它呢 是少数民族地区 广西藏族 壮族自治区 在他们这个人才比较少 这时候一到了以后 这些导演 这些人很快地 就有拍片的机会 然后他们就搞了 一个创新的电影 就是一个和八个 一个和八个 是一个中国电影 可以说是 李承碑式的作品 就是它有两个意义 一个八个 大家可以说 这个电影是一个 非常老的题材 是根据一首 郭小川的一首 长篇叙事诗改编的 郭小川的一个 长篇叙事诗改编的 一个电影 这个长篇叙事改编 一个和八个 这个电影 它有一个意义 就标志着第五代出现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知识 将来你去跟别人聊天 也可以知道 就是这个 第五代哪出现的 你说有一个田庄庄 拍着一个 不是有一个叫 张军昭的导演 昭是那个 一个铁字的 一个金字旁 就是金字旁 这边一个利刀 这个昭 对李大昭 没错 大家都比我聪明 李大昭 然后呢 这个张军昭导演 拍着这个片 这个片子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 两个方面的革命 这个革命对我们来说 至关重要 一个革命就是说 它的内涵 内容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什么变革呢 就是它表现的是一个 非常敏感的 复杂的题材 怎么敏感的复杂 它表现了一个 一个营指导员 叫王金 这个人呢 是一个革命 这个忠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但是呢 他被误解 怀疑成是叛徒 结果这个怀疑的叛徒 就把他关在这个 跟一些叛徒 跟一些坏蛋 关在一起 就是杀人犯 有流氓什么 关在一起 因为怀疑他是叛徒 然后结果这个叛徒 这个人呢 王金就非常可怜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这时候敌人打来了 然后他就这个 我们的共产党的这个团职 这个营长 营指导员呢 就带着 营教导员就带着 所有的这个 这八个罪犯 都变成了这个 就是抗击日本的英雄 然后最后呢 这个王金 最后冤屈得身啊 这故事 基本上这个故事 但是他拍法非常的复杂 第一个就是 他思想内涵 跟别的不一样 他怎么办呢 他就是 着力表现的是一种 人性的深 尝试要表现这种 所谓人性的深度 人性的深度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他的表现手法不一样 大家可以发现 那种油画式的光感 跟中国电影 原来的传统 是完全不一样 就第一次突破了 我们原来 讲故事的那种办法 这个产生了 很大的震惊 但这电影的遗憾 当时呢 就是大家看了 一方面是非常受到好评 电影界内部的人士 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八三年底 八四年初就开好了 开好以后 拿出去到处看 然后呢 但是这个电影遗憾 当时没有公益 就是由于这个电影 太刺激了 因为这个问题也不好 你说一个革命者 被冤屈了 我们组织上 怎么会冤屈一个革命者呢 你说有没有道理 也很有道理 所以后来就没让上映 所以这电影就 带字归忠很多年 后来就没有上映过 但是现在大家都 很容易看到 别的话也六块钱 或者五块钱都能买到 到处都是 但那个时候没看到 所以大家不知道 那么另外呢 接着 但是拍了电影以后呢 就是这批 七八班的这批 导演或者演员 就获得了一个非常 就非常重要的 就现在有著名的演员 陶泽如 什么都是那个 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都是那时候出现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机会 一个平台 什么机会 一个平台呢 就是说 哎 这些人拍的电影 可以受到大家的好评 同行 大家一致说 这个电影真拍的好 是有很大的 创新的电影 那么接着就给他们机会 就发现 有一个人叫陈凯歌 这个人在美影场 郁郁不得志 正在这没意思 他怎么呢 他正在给一个儿童片 叫红相的 就讲一个儿童 找出名字 这个叫景坡族的儿童 怎么样制动敌人的 一个好故事 给那个片子 当副导演 郁郁不得志 然后这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呢 那么他有机会了 他拿了一个本子 他要拍 什么本子 就是黄土地 这个电影恰恰 就是变成了中国电影 后来的 李承碑式的作品 这个电影里面 有一些很让人震撼的人素 第一次表现了 黄土高原的那种力量 表现了一个女孩子 这个是第一次 表现黄土高原的力量 后来就是大家 所谓的西北风 发现西北 就八十年代后期 九十年代初 中国内部掀起的 从音乐 从音乐一直到文化的 所谓西北风 也是由这个电影开创的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个叫做黄土地 黄土地拍出来以后 就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奇迹 或者很重要的影响 什么影响 他在中国内部 没有受到好评 或者是没有 没有受到这个 很广泛的注意 票行是完全失败的 第一个 你看这个 所以第五代 在中国内部是很惨的 他第一个 这个有创新 表现了一种民族的感觉 这中华民族的 这个深厚的历史积淀 文化积淀 在里面都有很深的表现 大家看有两个场景 一个场景是这个 大规模的打妖鼓的那个场面 那场面可以说是 中国电影里面 最经典的场面之一 就是一大群的 这个很广阔的 一个黄土高原 高原的一块屏蔽上面 一群人在那敲妖鼓 这个是很让人震撼的 一个场景 那么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囚雨 大批的这个 普通人在那囚雨 跑跑 奔跑着去囚雨 就是长久不下雨了 黄土高原上 一方面 你可以发现这里面有个矛盾的感情 一方面他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 有生命力的民族 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 我们的民族非常的愚昧 非常的有问题 这个民族被历史压抑得太深了 被自己的传统诉讼得太深了 这两个感情啊 交织成这个电影那种非常强有力的 爆炸性的那种感情 就一个是说 觉得这个民族非常有生命力 那种非常旺盛的 任何人也压抑不了的 就叫做天不能灭地不能埋的那种热情 另一方面呢 他又让你看到 这个里面有的那种深厚的压抑感 就是这个民族历史的速度太深了 所以他有很深刻的矛盾 为这个矛盾为什么产生 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或中国人的现代化 他一向有这个矛盾 你可以发现 中国人一向有的 一个思想就是全面反传统 我们大家都反传统 就是砸烂 打倒孔家殿 打砸烂孔家殿 无私的时候 打倒这个孔老二 这个是从文革到 从这个五四到文革 经常有的一个思想 这为什么就是 我们只有否定 或者批判传统 中国人才尝试能够有现代化 但另一方面 我们又经常要回到 那个传统里面去 吸收他的资源 为什么 因为一个民族 如果只是有负面的因素 那你就发现 这个民族在这个现代社会里 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 这个民族好的东西 所以两个这个矛盾的元素 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 一个基本的命题 就是一方面 你发现我们总得回到传统里去 为什么 得证明这个民族的存在 是有历史上的价值 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得批判自己 不批判就没法现代化 所以这个 可以说黄土地 就是把这种矛盾了 他用一种非常深刻的 象征性的 预言性的表达 把它表达特别的深沉 这是黄土地的这个风格 那么黄土地出现以后呢 在国内的票房是完全失败 那个时候正好这个国内已经开始 这个中国的第一波的商品化 正好开始 然后黄土地在国内完全失败呢 但是他发现这个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就是在国际的电影节上面 这开创了中国电影 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新传统 就是这个外向型的电影 就是跟咱们的经济一样 就中国经济原来都是自己自俗的 我们叫既无外债也无内债 我们这个在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电影那个时候也是 就中国电影的传统 从来中国电影都是内销的 就是都是面对本国观众 从来没有面对过外国观众 我们电影基本上是面对本国观众 都是给本地人看的 大家注意这个是中国电影 很大的一个传统的特点 就是虽然少数的有这个 比如东南亚的市场 在东南亚有点市场 在什么个别的地方有点市场 但是他基本上是 只有一个地方市场也销了 就是中国国内 基本上中国电影 我们的明星是什么 除了这个社会主义阵营 五十年代 社会主义阵营 就美国 莫斯科电影节 我们讲 还有什么一个叫 卡维罗法利电影节 这什么电影节 这个地方叫在捷克 这个电影节 所以你可以发现 经常列出来我们电影 获了很多讲 都是什么呢 都是东欧国家 基本上不是莫斯科电影节 还有塔什干电影节 我们一般的来说 塔什干电影节 现在的电影节 不知道还有没有 在这个苏联的一个 加盟联盟共和国 叫做塔什干 塔什干电影节 什么莫斯科电影节 卡维罗法利电影节 这些电影节 获奖 但获了奖 基本上东欧国家 他也看不懂我们这电影 也很少放映 就是中国电影 一向都是内部消化 但是你可以发现 王土地开始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中国电影 第一次有了一个 外向型的空间 什么外向空间呢 他就通过电影节参赛 参赛 参赛参赛以后 就受到了很好的评价 哎 这评价一好 就不得了了 马上这个电影 就受到了大家的 高度的好评 高度好评以后 一下子 他就在国际上走红了 为什么就大量的 这个关心中国情况的人 都对这个电影感兴趣 这是 九十年代抽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期 一九八五年的事情 第一次大家都对这些电影 感到兴趣了 为什么呢 正好这个跟西方 或者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 就是西方或者世界 开始需要认识中国 是相关的 正好是跟大家需要认识中国 中国是什么 中国是哪来的 中国人怎么回事 因为中国刚刚开放 大家对中国不了解 非常迫切的要了解 什么是中国 谁是中国人 中国人怎么回事 因为已经封闭很多年 对中国的都是种种 都是奇谈怪论 大家都觉得中国人很怪 很不可思议 那中国人究竟是什么呢 哎 看到黄土地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因为那么落后的地方 那么压抑的人民 然后一看 哎呦 原来这样 那我们应该同情他 我们应该帮助他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黄土地一方面 就很多人批评他 说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其实 他有一个 他本来是想 这个电影 陈凯歌拍的时候 大家都发现 他思想非常明确 意图非常明确 他的意思是 在我们的本国国内 来反思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传统 但是没想到 歪打正着 国内不成功 但是国际上成功了 这个事呢 就有一个后果 就是广西电影这片厂 当时其实担了很大的责任 就广西电那边 给这些人提供了拍片的机会 但是这些人呢 拍的片子 没有给广西电影这片厂 创造相应的经济效益 虽然都有很大的名气 但是没有经济效益 所以广西电影 非常经过了 这几次的战役以后 就一跃不振 那个厂里边 后来就长满了荒草 那厂几乎就是一个 然后当然这个 如果在今天的话 这个情况绝不能出现 没有机会了 为什么那个时候是 体制在转变 就是计划经济 像市场经济 刚刚开始转变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都不清楚 所以一个人的决策 往往就给这个 实验的电影 小众的电影 创造了很多机会 但现在是不可能了 你要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国企 现在这个大电影公司 也是国企 他一审计 你要是如果把这个钱 随便的给了一个导演 拍了一个没有票房的片子 你说那是干嘛的 是不是你跟他 有非法的勾当 然后最后就要追究你 是不是把这个国有资产 把他这个流失了 那当时没有这个事 他做了也就做了 这个领导一拍脑袋 这个是计划经济一个好处 意外地创造了第五代 你要是现在的话 没有机会创造第五代 为什么 因为电影公司的决策 都必须经过 终密的论证 这个能不能赚钱 你发现没市场 谁也不拍 但是那个时候 他很拍脑袋 我说我干嘛 我这个厂展我高兴 我去做 做完了 哎呀 他意外地培养了第五代 虽然他培养第五代 但是自己这个工厂 是牺牲了 作为国企人牺牲了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 牺牲我一个 成就这个千万人的艺术 这个还是一个难能可贵 但是这个就是歪打正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黄土地这个片子 他当时创造了 中国电影的一个 就第五代 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就是两 可以说是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什么叫两头在外大出 这就是第五代导演的 基本的一个模式 就是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这个是八十年代 赵子梁时代 这个经济方针 当时提出了一个 就是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资金 原料 资金是海外来的 然后怎么办呢 加工出产品往哪儿销呢 也是往海外销 中国是干嘛呢 就是这个加工 在这加工 就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就是这个 进来的资金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在这 做过做好了 做好了 再把它卖出去 这个理念 这个理念 很快的就在电影里面 变成了一种理念 为什么 就是当时 西方对中国 非常的不了解 对中国的文化不了解 对中国人的状况不了解 因为中国已经封闭了 二十几年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中国已经封闭了三十年的时间 就是对于中国的情况 实在是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了解 所以这种不熟悉 不了解 就造成一个 就是西方特别渴望 了解中国的情况 了解中国怎么回事 这种渴望造成的结果 就使得这些电影 一下子就产生了很大的轰动 接着就有第二部 就是这个 大家都熟悉的 这个 比如说第四代老演 像吴天明 他拍的这个叫做这个人生 根据路遥的电影改编的 这个根据这个 不是不是 就叫老景 根据正义的 这个小说改编的老景 这个老景 这个点源 大家都熟悉 就是张艺谋 这个可能大家知道 还有呢 就是接着就是 大家会看到的 李承卫时作品 就是张艺谋的红高亮 红高亮 红高亮以后 你发现这个 中国电影这个模式 外向型的电影 这个模式就开始出现 就稳定 从黄土地到红高亮 黄土地没有获得什么大奖 国际大奖 但是好评口碑 一直是好的 但是到了红高亮以后 中国电影就开始获大奖了 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 在所谓西方的主流电影节上 获得这个最大的奖 就是这个 西柏林电影节 那时候那个柏林还没有统一 两个柏林 这个像西柏林电影节 获得了这个 金雄奖 这是第一次啊 中国在西方的主流电影节 获得这个第一名 这个是中国电影啊 在西方原来是根本就不了解 那时候 他觉得中国电影很怪 根本看不懂 他看那个中国革命电影 他看不懂 洋人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然后觉得这个太怪了 咱们经常给他放一些老电影 经常拿过去放青春之河 什么 他不太太了解 因为他们那个社会环境不同 家族观不同 他糊涂 他糊涂以后第一次发现了 但是红高亮 他完全能够理解 为什么能够理解 一个是影像具 高度的冲击力 大家看那个一片高亮 影像的冲击力 非常单纯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的生活 他表现得非常的具有 怪异的 特殊的那种 非常能够理解 但是又非常怪异 比如说这个一个一坛子酒 撒荒尿进去 他就变成好酒了 这个事你从来没听说过 他中国人可能就这么神 让你觉得很高兴 中国人就这么神 然后他就爱看 爱看以后第一次创造了 因为中国电影 几乎在海外很少是少 除了武侠电影 大家知道的 Blue City 这个谁 李小龙 然后基本上是这个 李小龙的天下 那个功夫片的天下 关于中国的电影 没有武侠 就没有中国电影 几乎在海外就这样 那张艺谋电影 陈凯歌电影 那个时候第一次 给他们看到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呢 到了九十年代初 就发展出一批电影 比如张艺谋的 这一系列电影 大红灯笼 高八卦 局斗 大家都熟悉的 这几个电影 大红灯笼 高局斗 秋局 大官司 然后陈凯歌的 霸王碟机 这都是九十年代 这些电影 无例外的都是走的一个什么方向 都是这个外向型的方向 而这些外向型方向 证明了一个好处啊 外向型有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出口以后 你发现转内销的时候就好了 比如说 红高粱一开始 在中国内 没有什么好评 但是呢 金雄奖一得 最后发现 这是为国争光的电影 然后呢 大家都说 哎呦 得了金雄奖我得看 一下子就创造当年的 这个票房最高 为什么呢 就是得了奖了 我不能不看 我不看 这个我凑过这机会怎么办呢 这个惭愧啊 所有中国人 连外国获奖 为国争光的片子 我都没看过 都去看 这样一下子呢 你可以发现 哎 出口还能转内销 最后发现 这是第五代 基本的一个战略 就是先出口 再转内销 这个第一次给中国电影 创造了一个海外市场 就刚才我讲过 电影中国电影 前四代 都是跟海外没有关系 第一次创造一个 想象的国际市场 什么市场呢 这个市场基本上两个 这个国际市场 一个就是电影结为中心的市场 第二个就是 西方有一个小众的 艺术电影的市场 这个艺术电影的市场啊 它专门有一批 艺术电影的爱好者 在西方 有一些艺术电影的院线 这院线呢 装放一些鸡脚搭拦的电影 不是放这个好莱坞大片的 这些院线呢 它都是成本很低 运作票价很便宜 但它在很小的地方 在城市里面很小的地方上演 纽约都有很多这个艺术院线 很怪的院线 各种各样的 但这些院线只放你这种小电影 就是这种不太有名的电影 不太这个出名的艺术性的电影 然后那个好莱坞大片不在这上演 也不需要 人家也看不上他这个 所以这种院线里面 但中国电影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为什么 中国电影因为还是便宜啊 还是跟我们中国制造 梅林乘一样的 是一样的 中国电影的劳动力也便宜啊 什么便宜呢 人工也便宜 中国大导演 那个时候也就是 挣个一万块钱的片酬 那时候说红利拍完了这个 红高粱以后拿了三千块钱 非常激动啊 大家看那个活 非常激动 我觉得哎呀 能拿三千块钱 我说这个拍一个电影 太荣幸了 那你想 便宜啊 你说美元 再折算一下 多少美元 大概应该四八三十六 四八三十二 然后五八十十 大概也就是 不到五百块 四百多块美元啊 那这个钱你说 红利拍了一部红高粱 就给他五百块 百元拿好了 这个身世太便宜了 这个劳动力成本便宜 劳动力成本便宜 导演也便宜 然后这个人工便宜 另外一个 我们的场景 什么也便宜 因为外国的 好莱坞电影 那明星一出来 他都是有这个 一个大的 这个服务的系统啊 明星他自己 就顾好几个人 他有一辆大的 这个 有个面包车 这个 一个大的车 这个车里面 他化妆休息 全在这个车里面 这个排场 所以当时中国电影是傻了 那时候就拍这个 末代皇帝啊 让中国演员 和这个 和这个 美国的来的演员 孙隆啊 一块儿拍 后来这个英若成 我们是这么大的演员 后来非常生气 这个外国人 跟我们不是同工同酬啊 是吧 他很生气 他说我们怎么就是 这个根本就 跟大家吃盒饭 可是外国演员 一到了休息 他就哗 他就上那个 上那个车了 后来我们就批评啊 就说这个外国演员 不艰苦苦素 这个呢 但这个你跟他说 也没有用啊 这个这个 他不是你的人 他也管不了他 他这个 他跑来不是一套 商业资本主的运作 他和你这套计划经济 出来的运作 完全不是一回事 你想着这个演员 应该艰苦苦素 不要报酬啊 最好是为国无私奉献 拿三十块钱 你就高兴走了啊 或者不拿钱 最好过去我们电影演员啊 那个解放后的明星啊 什么谢飞 谢飞 那个谢方什么的啊 那么大的明星 王小唐这么大的明星 他都是不拿钱的 他怎么叫不拿钱呢 就是说 剧组只管他吃住 他就已经很荣幸了 就是招待索地住 然后给他一个 给他一碗饭吃 就很高兴了 他的工资 都是他原剧团给他出 这叫全国一盘棋 就是说 祖国哪都是家 拍电影也是为国宣传 你在剧团的演戏 也是为国宣传 那你这工资 还从你原剧团拿 最后呢 电影剧组是不给他钱的 这真是了不起啊 我们这样子拍片 所以那个时候成本很低 所以那时候中国电影很伟大 你说拍一个阿什马 能够拍四遍 就拍一遍 后来领导说不好 光还不够亮 那再拍一遍 再拍一遍 还不好再拍 那时候真是因为成本太低 你比如调动军队 一个团来 那现在你要一个团来 多少钱 那时候不用钱 全国一盘棋 我们支持 我们要马 我给你三百匹马 不要钱 我们部队给你出钱了 草料都部队自带 然后那个就 所以那个时候电影成本 确实很低 但是现在 你可以发现 随着这个市场经济 它就变高了 这后面我们再讲 什么意思 我就说这种结构和体制 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 这时候外相型电影 为什么呢 中国人工便宜以后 产生一个后果 你发现这些电影 只要有一个很小的 艺术电影的市场 它回收那个钱 就够这个电影拍摄的钱 一百多万的人民币 那个时候成本很低 一百多万人民币是多少美元呢 大家一想 就明白了 几万美元 对吧 一比八 一比八 一比八以后 你看这是十几万美元 十几万美元 这样十几万美元的话 对一个 就是回收来说 非常容易 就在美国 或者在欧洲的市场里面 你要赚十几万美元 还是很容易 是一个电影赚十几万美元 当然这个对好莱坞电影来说 你如果一个片子 只有十几万美元 他就自杀去了 他一个片子投入都是一个亿 那这个制片人如果说 我挣十几万美元 他就跳楼了 他真的跳楼一条路 但是他不可能挣那么少钱 但是对中国来说 哎呦 大家一看 我还能挣到外汇啊 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外汇啊 中国现在咱们外汇村里 是世界第一了 太多了 就是着急 所以大家自由换贵 宣传鼓励大家去换贵 快出国旅游啊 快换贵吧 但是不换来了 那个时候没有 哎呦 我还拿了外汇啊 真激动啊 那个钱够了 然后一看这个 还有赚了 这个是这个中国电影 为什么能够拍这种 小的外汇情电影 就能够能生存 他这个基本的原因 所以这样的话呢 第五代导演 就拍了一批这个片子 这是我觉得 第五代导演的这个历史啊 这个历史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发现 这个时候成就了两个大导演 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 就第五代的整个历史 成就了两个大导演 在世界上可以说是 象征中国电影 到今天也是啊 你可以发现最可笑 最有趣的就是说 你发现这个找这个 找这个奥运的 这个奥运会 这个开幕式总导演 最后发现 毫无悬念啊 所有人闭着眼都猜得出来 最后你发现 本来就是要出新 要创新 就是绝对不找 我们熟悉的 绝对不找像张一谋 陈凯歌这样 我们要找一个 谁都不知道的 然后让世界一看就震惊 最后发现没有啊 哪有人的 找不着人的 最后发现 谁知道谁啊 只有一个张 张就是张 张一谋 就是这个这个 所以有人还经常 把他给我混 张一谋 张一谋 这个容易混掉 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变成 中国电影的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 你发现 为什么是中国 就是我要讲的这个背景 就是为今天 新世纪电影 做一个解说 就这两个人 在国际上 他就象征着 中国人的电影 为什么 你可以发现 在 比如你到美国 你在纽约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电影 但是你到了美国的 中西部 你开车到那个 那里非常闭瑟 美国那中西部的人 他基本上 美国第一 白人很多 黑人很少 其他种族的人很少 那地方人都是美国第一 基本上都是 那个 不太知道世界上的事 特别保守一些人 但这些人 他有个 他那里面 你看到那个 你开车从那走的话 你到那个录像带电 美国很落后 DVD还不够普及 他这个录像 还是为主 到现在 所以大家非常着急 美国人赶快 东西万代 大家如果学过 这个垄断资本的作用 垄断资本 不是妨碍新技术发展 学过没学过政治经济学 就美国的录像带业的 顽固啊 他就是由于这个垄断资本 就垄断了以后 他不愿意采取新技术 所以这个录像还有 你中国人现在 哪有用录像的 那个成本太高 又没有意思 咱们都是那个谍 美国也有谍 但是美国谍的 和录像带还是并存的 到现在还并存 中国早就淘汰了 所以你看中国 还有很多这个 超过美国的地方 不要以为他没有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 张艺柏陈凯歌电影 你一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你看哈 基本上 到这个录像带电影看 跟亚洲有关的电影 基本上一块 有那么五六部 就谁的呢 李小龙的电影 Blue City 这块有一小块 谁的电影呢 基本上李连杰的电影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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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李连杰电影 然后再有一小块 张艺柏电影 再有一部 八王编辑 大概陈凯歌 大概基本上这一部 然后偶然有一个皇土地 基本上没有 然后再看一个 有一两部 王家卫 侯小贤 基本上这个组合 王家卫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香港 有些特殊爱好 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这个 美国的 有些喜欢怪电影 专一部喜欢香港 特殊的电影 比如喜欢这个 像人肉插烧 这种 怪有这个 他这个偶然有一点 黄秋生演的那个 他就偶然有一点 偶然有一点 偶然有一点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张艺柏陈凯歌 他在九十年代以后 他在八十年代后期 到九十年代拍的电影 确实变成了这个 中国电影 全世界的品牌的一个 就是中国内地电影 品牌的一个象征 大家知道 胡小贤也是一个 那个就是台湾电影 杨德昌 胡小贤 都是台湾电影的品牌 那么这样的话 中国电影的第五代 就有两个意义 我觉得很重要 就他第一个 他意外的 他们一开始是外达正着 后来是专业的 就开创了一个 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 从来没有过 第二个就说 他们创造了一个 两个中国电影的品牌 但是呢 遗憾的是 或者让人痛苦的是 这个时候 中国内部的电影市场 一直在处在 严重的下滑的阶段 最后发现 电影院都无法生存 非常困难 中国内部的电影 一直票房在积聚下滑 然后整个收入在下滑 电影的经济 是一踏步的稀里哗啦 这个稀里哗啦 最后就做调查 就调查这个电影院 谁是主流的电影观众 最后不调查的结果 发现 只有两类人是看电影的 然后这两类人 稀稀啦啦地坐在电影院 基本上九十年代初 一直到九五年以前的情况 中国的电影院衰落到 1990年到95年 大概基本情况是两类人 有一些调查当时 一类人呢 就是那个 在外面干活的民工 他因为那个晚上 闲热 就买一张五毛钱的票呢 到屋里去享受空调 然后坐在那儿就睡了 休息一下 也是这个劳动者 他自豪地在那儿休息一下 这个也是应该 就睡了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谈恋爱 也享受空调 在里边说情话 基本上就是两种人 后来这个时候 让我们这个很多导演 公众 冲心疾首啊 觉得我们的文化 电影文化 衰落到这部田地了 怎么办呢 但你发现 真的是很残酷 就怎么做 那时候做了很多商业片 做了很多尝试 但是这个电影观众呢 减少了趋势 没有要做改变 非常残酷的一个局面 大家都不会想到 这个局面 就当时电影就变得 非常稀奇拉拉 后来 有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重要的改变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改变 就是中国电影 好像变成了一种 外向型的产品 就是外向型产品以后呢 在回流回国呢 才能够得到一定的票房收入 比如八王别姬 票房都不错 这个张艺某的几部电影 票房都不错 但是其他的电影 几乎就没有人看 很少有人看 或者然后除了这个 我们一些 这个当然也还有一些 收视率比较 收视率看比较好的 比如说我们主旋律的一些电影 他那个时候 还是由于有市场里面 有我们这个教育啊 这个工会啊 这个支持啊 他们这个还是很好的 一个教育影片 还是有一定作用 那其他的电影 几乎就是票房就很少 最后怎么办呢 就发现很困难 但是意外的是 这个时候有了一个 很大的改变 就中国电影政策 有了一个大的改变 因为中国这个电影市场啊 你看起来小 当时很小不知一提 电影院都残破了 都把它租出去了 基本上电影院啊 我到 我那个时候曾经到过 一些县城啊 基本上这个县城电影院 都改成家具展销厅 基本上是家具展销厅 在那个电影院门口 把家具展销 里边就没用了 就他有个大厅 这个唯一有用的 就是大厅 把一些沙发 然后最时髦的什么 这个罗马尼亚沙发 就放了 这个电影院 瓦解了以后 你可以发现 中国电影好像就没有出路了 当时那个时候 非常困难的局面 怎么办呢 但是有人看中中国电影 什么人呢 美国 好莱坞 好莱坞怎么看到这个市场 他一想象 这个人都是很想象出发 一想象这个电影的市场 应该有 13亿人民 人很多 从这个基数上看 你这个电影 票房就差不了 只要这个13亿人里面 你说这个100人里面 有一个看的 1000人里面 有一个人看的 你多少票房啊 这么一想 就中国的事 凡是这个事 一乘以13亿 人一想 就不得了 所以这个外国人 想中国的事 一般来说 往13亿上一乘 就说你13亿 你想 这个13亿里面 1000个人 有一个买我的东西 不就踏实了 13亿里有一万个人 买我的东西 不就踏实了 就是从这个基数上 想任何事情 就中国的事 好办的地方 就在这 就是我们大家 感到幸福的 就是中国这个 逼着眼睛就知道 13亿有了这个 所以那个好莱坞电影 它就急切地 要打开中国市场 但是中国内部的市场 并不活跃 那个时候正好 就有一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中美 这个 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 非常重要的谈判 就是采取了 1995年 1994年的11月开始 有一个创举 什么创举 就是好莱坞大片 这个时候出现了 一个概念 叫大片 中国人原来 没这个概念 第一次出现一个概念 大片 大片是特指好莱坞的 好莱坞才有这个东西 大片 因为好莱坞才有钱 拍大片 然后法国电影 虽然有 但是那就是艺术电影 大家看的 法国电影 都说不好看 没什么不好看 沉闷 长镜头 半天也不知道 故事是什么 半天还不死 一个人的 大家都不耐烦 对吧 然后 好莱坞这么厉害 他就拼命地想让中国打开这个市场 最后就产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策 就这个国家有个重大的决策 就是说开放了 以票房分成的形式 什么拼分成的 就是跟中国分成 票房分成的 好莱坞拿走一部分利润 我们留一部分利润 这样的票房分成的形式 每年引进十部好莱坞电影 但没有明确说是好莱坞电影 就是说十部 在这个世界电影 这个中间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个是中国说的定义 但实际上主要的 引进的都是好莱坞电影 所以1994年11月 这个协议首次生效 就是一个这个 著名的电影 就是这个叫做目击者 目击者 这个电影的这个 主演就是哈利森福特 所以那时候我这个 第一次我去看那个电影 在那个海电影剧院 那时候我也供奉其胜 第一场 哎呀里面坐着很多人 坐着很多人 大家都是看这个第一场 就好莱坞电影来了 然后接着呢 那个时候就引起了 大的冲突 就很多这个同志 忧心这个中国人民 国将不国了 然后就写了一封长信 然后就给这个党中央 说这样的话 美国的文化侵略来了 中国人将来就是都变成 美国人了 怎么得了 这个将来怎么办 然后很忧虑 但是这个事已经办了 就得这么办了 然后呢 但是呢 就开始了这个十步大片 这个以后就有了 大家所看到的一系列的电影 什么泰坦尼克号 什么拯救大兵瑞恩 这个一系列的电影 到今天的 什么 什么这个 纳尼亚 什么这个 什么 今天所看到的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指环王 什么哈利福特 这一切的电影 这都是跟这个十步大片 有关的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中国电影市场 进入了它的开放的时期 这个时候电影的院线 你可以发现 主要 中国电影当时 原来有两种片子 在中国有影响 一个是香港电影 随着好莱坞大片来了 连香港电影 在中国都关了 香港电影不行 为什么香港电影 因为它有一个 粗质烂造的问题啊 一看在中国票忙好 拼命干 最后垮了 它的市场也垮了 最后香港电影 只能在县级以下的市场 在县城里面 还有一定的这个观看率 其他地方完全消失了 剩下中国的城市院线 就出现了现在的这个格局 就是中国的 好莱坞电影来了 突然发现票房好了 这时候中国电影 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什么变化 就是出现了 一批改造升级的电影院 就城市电影院 开始出现这种 所谓多听电影院 因为好莱坞电影来了以后 大家就有需要 需要什么 就是豪华讲究的电影院 票价也极大地提高了 就现在这个50元70元这样的票价 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进行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现 中国电影的结构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 是这个所谓外向型的电影 外向型电影 然后另一方面是 内部的出现了好莱坞电影 那好像是中国电影 最困难的一个时期 就是没有任何出路 内忧外患了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那样一个困难呢 是中国电影最困苦 最犹豫最不明确 自己的未来的一个事情 经历了最严重挑战的事情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外向型电影呢 也在内部受到了很多批评 包括我本人在内 大家写了很多文章批评 因为这个外向型电影 有两个特点 是值得大家注意 一个特点 就是张艺国诚感 那个时候拍电影 你可以发现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 它就是表现一种 中国的时间上的落后性 中国在实际上 比西方要落后 比如大家看 霸王别姬就会看到 霸王别姬里面那种 同志之爱 同性爱 那个同性爱 跟今天段丽山不是一样 那里面也有 同志之的感情 不是同性爱 它是同志之的感情 同性的感情 然后那个里面 表现的那种 惊惧的那种压抑性 那里面表现的 对女性的看法 都是一些 非常非常怪異的事情 就它是在时间上 好像比西方落后的地方 出现的 所以它时间上 是滞后的 然后比如大家看 张义游电影 《举动》 那个《染坊》 里面那个 压抑暴虐的 对情欲的压迫 对人的自由感情的压迫 都是非常强有力的 那种压迫非常残酷 对人的感情 有强烈的压迫 有强烈的压迫 这个都是 值得引起大家 高度关注的 一个状况 就时间的滞后性 那么另一个表现 就是表现的一种 中国电影的这种 中国人的空间上的 特殊性 你比如说 它有一些 非常明确的符号 表现这个 中国人跟外国人 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 《大红灯的高挂里》 那个《红灯笼》 就是空间上特殊 哗 灯笼一放 这个我昨天讲过 这样的电影 另外像《橘斗里》 那个《染防》 就张义游的电影 总是抓住一个 非常有刺激性的 一种视觉上的奇观 给人看这个 中国跟世界的 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非常不一样 中国这个地方 非常怪 非常不一样 你必须去看吧 看什么 这个中国是一个 压抑的落后的中国 所以这个中国的形象 就被很多人认为 是对中国形象的扭曲 这种扭曲就使得认为 使得西方不能看到 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中国 80年代以后 中国其实改革开放以后 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变化 但张义游电影里 好像对中国 仍然是非常压抑的 空间上 特意 时间上落后 空间上特殊的 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这样一下子呢 这些电影在国内 也受到了很激烈的批评 所以这些电影所面临 最后来的中国电影 就面临着一个 非常重大的困难 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莱坞电影就进来了 泰坦尼赫 那个是好莱坞电影 进到中国最成功的范例 几乎就是说 它在中国市场上 那个成功的程度 完全是非以所思的 那个确实是巨大的成功 这样成功以后 但是呢 你可以发现 一个很怪的事 就这样的情况以后 这个中国电影 又有了自己的一个意外的机会 中国电影导演就要想着了 内部市场怎么拯救 外边怎么办 你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 陈凯歌张艺谋在外部市场里边 获奖的这个势头啊 也减弱了 到了这个九十年代的这个后期 你发现 他原来每部都获奖 现在拍了 比如张艺谋的电影 到了这个 有话好好说 就没获得什么奖 然后怎么办呢 他就转回到国内 就比如说什么幸福时光 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 张子怡演的这个 就我的父亲母亲 还有这个 这些电影 还有这个 关于旧上海的 这个巩俐演的 这个都没有得到 很好的评价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评价 最后发现呢 陈凯歌电影也是一切千里 几乎都无法完成 后来非常困难 荆轲刺情 这些电影几乎都没有 什么好评价 最后发现这个电影的 这个市场 在国内国外都面临困境 这时候就发现 中国电影好像没办法 大家都觉得非常困难 哎 意外的一个市场出现了 什么市场 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就是创造了一个 就是以电视剧起家的 一个人物叫做冯小刚 1987年 他有一部电影 这可以说是旧事之作 贺岁片 叫甲方乙方 1997年 甲方乙方 这电影创造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奇迹 就是他创造了一个 在特殊档期 就所谓贺岁 贺岁 这个特殊档期 特殊环境下的 一次爆炸性的成功 就在中国电影 好像绝处逢生 你看到了绝境 行到水穷树 坐看云起 柳暗花明 又一次 有了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就是你可以发现 他意外的采取了一个 就是冯小刚 这个电影 大家如果发去看的话 甲方乙方 是根据王硕的一个故事 王硕有一个故事 类似于这样的故事 类似于这样的故事 就是三T公司 为T人去办事的公司 大家看那个想象 就是其实提供了 甲方乙方提供了一个 完全独特的 关于消费的神话 就是人呢 过去有很多梦想 没有满足 很压抑 有一个厨子 他那个 打死我也不说 大家知道那个厨子 胖胖的叫李奇眼 那个厨子 他有很多人呢 就是中国人 他在这个日常生活里 原来是非常压抑的 就计划经济下面的人 是非常压抑的 他有很多 就个人的梦想 没有机会实现 但意外的就是资本主义 或者叫全球市场 全球经济 全球化 给他提供了一个 服务消费的机会 什么机会 就是这个给他送给他一些 这个梦的梦想的实现 怎么实现 就是我这个公司 通过你给钱 通过商业的形式实现 比如说要当司令员 这个很多人都想过这个影 做巴顿将军 这是八十年代 他把很多呀 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们大家的梦想 把这些梦想拿过来 就计划经济时代不能实现 因为巴顿将军这个电影 在 大家可能没看过 或者不熟悉 这是美国好莱坞电影 一个经典的作品 但是那作品 奇怪的就是在1977年以后 中国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放映内部电影的狂潮 就是说是批判死人帮 大家来放映内部电影 为什么放映电影 就是说这些电影 曾经被江青喜欢过 所以证明江青多么腐朽 所以给我们大家来看 所以你又发现很多好电影 后来狐狸狐狸 世界的经典电影 狐狸狐狸做反对 去批判江青 然后江青多么腐败 爱看这些电影 最后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也是 证明江青腐败 最后帮助中国人民 看了很多电影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好的事 当时那个时候看过 比如巴顿将军 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一个 就是那时候被好多人 看过的一个电影 然后这巴顿将军的电影 里面就会创造这种梦想 创造了这个梦 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梦想 就像巴顿将军那么潇洒 那么有战斗力 那么强 最后发现 诶 这个时候就去过瘾了 这个 你看那个 英打眼 那个男主角 就过瘾 他过瘾怎么过呢 就是用上海 来代替了巴顿的德国 然后说 这是这个普通 往这边公示 什么这个 徐慧 往那边公示 大家就在那模拟 非常过瘾 然后他见个司令官是前进 什么士兵们 做演讲 就这些东西 他创造了一个 重新去释放 给大家一个释放的机会 就本来压抑的很多梦想 通过这个突然是爆炸性的释放 他又滑稽的喜剧 看起来荒诞不惊 但荒诞不惊喜剧里面 包含着很多非常有趣的内容 一下子就取得了一个 就是 而且他同时的 他创造了一个巧妙一点 就是所谓贺岁 就中国人最好的这个时间 就是这个年 节庆 这个是从香港电影借鉴的一个概念 就是用喜剧来贺岁 这是香港电影的一种类型 然后成功的移植到中国内地 一下子就创造了本土市场 他成功 特别是在北京的市场 因为王硕的小说 大家知道 他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北京的口语 那么他这个电影也是依赖北京的口语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那时候公众的舞比 接着 童小刚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导演 就连续做了好多跟家房一方 差不多的这样的片子 大家熟悉的有这个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大家你可以发现 你把这个电影的这个空间转变了 放到了这个美国 放到了这个 这个一个大美国大城市洛杉矶 你就会发现这个发生了很大 中国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 大家看了那个1990年代出 90年代出的时候 这个经典的电影 一个经典的电视剧 大家可能都看过 就是叫做北京人在纽约 这个电视剧里面 它表现那个纽约的时候 它是非常迷恋的 大家如果看那个电视剧 一开始 就用一个刘欢的歌 就千万离我追寻着你 其实你对我并不在意 这个歌后来被诠释成 这个对中国和美国关系的 就中国人和美国人关系的一种想象 就千万离我追寻着你 就好像很多这个中国人追寻美国的梦想 跑到美国去 其实你对我并不在意 然后你看那个句子 整个就是讲的 他后来好多理论家 都把它解释成这个 就是说每一个地方 其实都包含着这个 就是中国人 中国很多人 跑到美国去的这种境遇 然后呢 你总在我的梦里 然后非常多的那个 刘欢那首歌 是现在经典的歌曲 刘欢每次经常还唱 音调非常高 他现在都觉得非常过瘾 所以他不能成为卡拉高可以歌曲 因为那个实在大家都没有这个嗓子 所以 所以为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 这个故事 就是他第一次 你可以看 北京人在纽约里面 中国人和纽约的关系 是一种非常激烈 爱恨交加的 你看这个王启林 一开始找纽约 他就怀着很浪漫的幻想 但最后呢 他就伸出了一个宗旨 面对纽约 就是他在那个 看着一个警察 他坐在一个汽车里面 开了一个汽车 然后他向这个美国伸出了一个宗旨 这伸出宗旨 当然是一种非常粗鲁的动作 大家不亦这么做 这个也不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 但是 但是他其实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绝望感 或者困难困苦 就中国和美国 中国和世界 在这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这个想象里面 他还是非常具有冲突性的 非常具有矛盾 他没法吃下去 就究竟我们怎么去面对世界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了这个 不见不散的 你发现 这故事发生的 这个两个人恋爱的故事 葛优和徐帆恋爱的故事 其实就像 在北京发生的也没有什么差别 你可以发现很多轻松有趣的场面 比如教这个美国警察 学习中文 大家都熟悉的 就这一套的方法 你可以发现 对美国采取了一个非常好玩的 一种平和的幽默的态度 第一次你可以发现 他采取了一个很幽默 不是很激烈的 去面对这个世界 采取了一种很平和幽默的 最后你可以发现 就两个人爱情这个背景 可以在北京 也可以在纽约 也可以在洛杉矶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故事 这爱情的愈合 然后他又没有流利的北京话 你可以发现最后 这故事好像发生在洛杉矶的故事 就跟在北京 我们街边上发生的一样 特别好玩 就这样的故事 一而再再而三的成功 就是冯小航也成了这个中国本土电影的最大的品牌 最大的品牌 这个品牌后来延续出来就出现了很多电影 一直到大腕 然后冯小航尝试开始起图 有一个强烈的起初性 真的就起初也走进这个国际市场 但你发现大腕还是运用这种流利的北京话 他国际市场有限制 大腕什么在广州市场都不行 因为这些冯小航电影其实到广州的市场就发生困难了 为什么 因为他太直根于北京的文化了 冯小航电影太深深地直根在北京的文化里面 你可以发现那种巧妙的幽默 往往只有有北京人能够理解 他不是说这个就是对外地人的歧视 而是说那种话 他都是深深地直根在北京的那套文化里面 他这是王硕和梁佐创造的一种独特的风格 就是他是领用了文革时候的革命语言 把这个文革的时候革命语言滑稽化 同时有北京的一些图语方言 又加上一些非常机敏的政治流行语 把它凑在一起 还有文革语言凑在一起 这样出现的一种 就像语言自来水一样 就那个语言就哗哗地往外流 那电影 冯小刚电影基本上没有动作 没有打路打 也没基本上没有什么故事情节 也比较简单 他基本的靠的是什么 就是靠语言的流动 滚滚的语言流 我就把人砍晕 这个把人砍晕是冯小刚电影 最主要的早期电影 最主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一个 就葛优这个特别复合这个电影 他就偷偷不绝地 偷偷不绝地说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语言自来水 那开关一打哗就出来了 语言自来水似的流 然后你欣赏这个电影的时候 主要不是它画面精美 或者这个故事传奇 故事传奇也有一部 但主要是 从这个语言里感到 那个会心一笑 也连续不断地笑 语言非常好玩滑稽 然后每天开心开心 哗这个水一样 溜溜溜溜溜 这一套的电影 基本的风格是这个 所以逢是电影 形成了一套风格 而且这个变成了 中国电影 几乎是唯一一个 主力的品牌 你可以发现 中国早期的电影喜剧 在八十年代 后期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有过一段繁荣 这有两种喜剧 现在大家都不记得 一个是陈佩斯 那时候拍了一大堆的 所谓二子系列 大家可能小的时候 很六七岁的 二子系列 就是什么二子开店 什么 对对对 好多二子系列 还有什么这个 父子老爷车 什么很多 可能你们都是六七岁 五六岁 都看了 我发现陈佩斯 还是影响很大 我也受不辱 应该转告他 这个伟大的事情 他说你早期拍电影 还那么多小孩都记得了 然后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种喜剧 你可以发现 它表现的是什么 它主要表现的 这个电影 陈佩斯喜剧 它表现的是一个 弱的个体 就从国家里面脱离出来 不是国家的事工 是一个混混 一个所谓弱的个体 然后在这个市场经济的运作中间 怎么样找到机会的故事 这个逐渐的 陈佩斯 从一个小个体户 二子开店 都是很没落的个体户 逐渐的发展到 后来到了什么 父子老爷车 就有一个车 来在这个游乐园里面展览了 然后最后就有了 后来就有了 一些二子 当了这个大公司老板的电影 有两部 但到大公司老板 这个电影的系列 也就终结了 因为也不受欢迎了 电影市场里没空间了 但这种小喜剧 都是表现这种 就市场经济 急剧改革中间出现的问题 还有一个喜剧 也导演 也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呢 这个几乎大家都不知道 它的市场 主要在现一级的 这个电影院里面 这个叫做张刚的导演 可能大家从来没听说过 他其实拍电影 是中国大人 拍片最多的导演 他拍了二十几部电影 就是连续的叫做 阿满系列 有个叫阿满的一个人 这个阿满到处 你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影迷很多 阿满系列 这个阿满系列 也是表现一个小人物 在这个社会变化中间 那种挫败感 焦虑感 这电影都有一定的市场 但是这个市场都非常小 很快的就结束了 像张刚拍了那么多电影 最后大家提起他 好像还觉得是庸俗电影 其实我觉得不公平 我现在觉得一直 我一直倡导 希望我学生有人研究这个张刚 可是大家都愿意研究 所以张刚刚也是很惨 其实拍了很多电影 但这些电影 都有相当的票房宣传 但是一直都没有效果 但唯一是冯小康 这个冯氏喜剧 创造了一套新的 就把王硕积累的那套经验 和电视剧 比如像这个 我爱我家 这个编辑部的故事 积累的经验 成功的嫁接到了电影里面 最后就成了本地市场的一个品牌 这个还回到我们这个 就你可以发现 好莱坞电影 好像在中国电影市场上 占着绝对的优势的时候 但是你可以发现 这个开放并不会带来坏的货 你可以发现 中国的电影人 如果没有这个 好莱坞电影的开放的话 他可能还没有 冯氏电影的逼出来 冯氏电影就是在 这个好莱坞电影开放以后 中国电影市场 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 逼出了这个冯小刚电影 然后从冯小刚电影开始 你就可以发现 没有中国电影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到了新世纪以后 冯小刚又拍了好几部 仍然保持他这个风格 但是现在你可以发现 冯小刚要发生变化 为什么发生变化 就跟后面的变化有关 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 我们下面要讲的 新世纪以后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九十年代 其实已经出现了一批 年轻的投影 就是所谓第六代 就是电影学院 从八十年代后期 到九十年代 毕业了一批新的学生 这批学生开始拍电影 但他们拍的电影 都叫第六代电影 这第六代电影 一开始出现了 就要命了 他们都是表现 这个都市生活的 比如什么头发乱了 那个早期的 什么钢铁是这样 变成的 有很多电影 大家可能从来没看过 现在也有叠 这些电影都有叠 但是这些电影 从来没看过 这些电影 还有张元的电影 比如妈妈 可能大家也没看过 张元电影有很多 从来都没看过 但是这些电影呢 既没有在院线上演 它主要是在哪儿 它也是走的张艺谋的路线 他们都是表现 跟张艺谋完全不同的东西 就表现摇滚 表现年轻人的反叛 表现都市生活的 这种困扰压力 就是跟九十年代 中国社会的发展 有关系的一些电影 这些电影都有 跟九十年代以来的 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关系 都看的这些电影 但是这个第六代呢 他当时一出来 这电影导演 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在中国国内没有出路 他们就想出外参展 一参展呢 他们又违规参展 就很多人被禁止 在中国内部再拍电影了 所以当时受到了 很大的挫折一开始 到了现在呢 到了新世纪 这个电影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我觉得新世纪 中国电影可以说 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 两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 叫做大的越大 可以简单的说 叫大的越大 什么是大的越大 你可以发现 中国电影现在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就从英雄开始 你发现除了这个 巨大的片子 几乎别的片子 就没有市场 几乎就是 什么叫巨大的片子 有三大 可以说一定是 大制作 有钱 大制作 有很多非常多的钱 第二个一个是 超级大老眼 张艺谋 春海科 除了两个 没有任何别的 没有号召力 第三个就是大演员 然后第四个 是国际性的运作 国际班子 就是一定要打通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这个时候新世纪 你看中国电影 发生了一个很深刻变化 就是过去 我们要不就有一个 国外的市场 要不就有一个 国内的市场 但是现在中国电影 有了一个 要打通两个市场的欲望 哪个电影创造的 就是英雄 英雄最凶狠的地方 就是他尝试 在这两个市场作战 张艺谋呢 经过了一系列尝试摸索 到了幸福时光什么 他觉得这国内市场 也无可为 怎么办 要跟好莱坞电影 抗衡或者是想办法 做出突围 怎么办 做这种超级制作 这种超级制作 这个概念 我觉得所谓中国大片 开始有了 就我们原来 只有一个大片 大片在中国的概念 就是好莱坞电影 叫大片 泰坦尼克号 拯救大明瑞恩 这叫大片 新战 新球大战的第三级 新战前传 这叫大片 但是现在我们有了 中国大片 为什么叫中国大片 他就只要创造了一个 在两个市场里作战的奇迹 这有什么条件 有很大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中国内部电影 市场开始经过好莱坞电影 它市场回暖了 怎么回暖呢 就是由于好莱坞电影带动的 大批的中产阶级观众 或者中等收入者观众 再重新回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主要的就是在三个大城市 就中国电影市场就决定在 这个三个大城市 就是北京 上海 广州 这三个大城市里面有人看电影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情况 那么回流了 大批的电影观众开始回流了 看电影从一种民工和谈恋爱的人看 现在又变成了一种高雅的事情 又变成跟美国一样的消遣了 就美国人看电影是一种很高雅的消遣 拿个爆米花 大家知道美国文化就这一套 拿个爆米花 还有这个汽车电影院 汽车开那去看 然后大家学英语课本 都学哎呀 爆米花 这是美国文化 一拿一个大爆米花 滑滑一边吃一边看电影 这是大家学英文的 这就是意识形态 美国一想 我们好多年轻人一想 哎呀 他为什么想到美国去留学 就是想一边吃爆米花一边看电影 有很多 为什么拼死考GRE 他就是原来这个 就是为了吃爆米花看电影 这是典型的所谓美国生活方式 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开始在中国出现 中国的中等收入者 接受这个生活 所以出现了两类电影观众 一类就是偷偷的 从九十年代以来 大规模的 在家里通过蝶来看电影的人 是小众的艺术电影观众 有一批 这些观众非常执着 二十几岁都很年轻 非常执着的有迷 这个大家都知道 像这个看电影这样的杂志 大家不知道知道 这个很有名的杂志 主要就是为这批小众观众 提供这个电影指南 他其实也很浅显 但是都讲的是一些高端的电影的现象 但同时呢 另一大批的电影观众都回到了电影院 这个时候就发现 中国电影其实有个机会 什么机会 就是好莱坞被我们铺路 你以为原来好莱坞是把我们打垮 但现在发现这个 刘安花明又一村 他把这个电影市场带热了 就什么呢 既然要看好莱坞电影来了 但正好没好莱坞电影 怎么办呢 国产电影 我也可以看一下 就把这个反而把市场带 只要他回到电影院 你就有机会了 他原来他就根本不去电影院 电影院变成一个低端的产品 就在文化消费里 低端的产品 只有这个民工去看的话 那谁还在电影院里呢 当然不是是歧视民工 这绝对没这个意思 大家千万别误解 明天报了 张一武在武汉讲了 这个歧视民工的言论 这个太可怕了 我待会又变成一个 反对劳动人民的人了 待会又出现一条罪 千万别误会了 这个大家不要报 绝对没这个意思 就说 他这样的话 就说对电影观众 当然民工去看电影 说明我们劳动者的自豪 这个我觉得毫无疑问的 真的不是不是开玩笑 大家别问你 所以呢 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他这个电影市场 带活了 带活以后 给中国电影的反攻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大片 这个大片 你可以发现英雄 就是第一个 英雄你可以发现三个元素 这三个元素 有国际性的 有中国的 什么元素 第一个是玄幻奇幻 你可以发现他有大量的 他这个故事凭空创造 我昨天讲过 英雄的事 我昨天分析过 不再多说了 就是他讲的那个故事 基本上是一个奇幻的故事 跟中国历史 没有太大联系的 第二个 武打武侠 一定要有的 为什么 海外也要发行中国电影 一定要有个标志 就是西方人看中国电影 他看什么 中国电影 在卧鲁藏龙以后 大家看的还是什么 还是武打 就是中国电影 接受真是难 就让西方人 接受中国人的感情 生活真是难 他看不懂 中国人感情很细腻 很复杂 半天也不说 他半天也不搂上 不抱 他看了半天 他就觉得 其实你反应很慢 半天也非常细腻 他看不懂 看不耐烦 他看不懂 看不懂怎么办 他看那个中国武打 他觉得这个比较干净利落 又有中国的哲学 又有这个玄妙的哲学 道也在里面 意义也在里面 又很玄 太极什么推手 一下那个境界全出 他这个东西 他很佩服 心中有剑 手中无剑 非常非常 大家看金庸都比我懂 这个 就这一套 他都能够接受 然后所以呢 这个武侠电影 所以中国电影 早期在美国 他主要就是武打 所以成龙 这个Jackie Jackie Chen Jackie Chen 然后这个Jeff Lee 这Bruce Lee 大概基本上 你跟他谈中国人 他就只知道这三个 基本上那个 就是这三个中国人知道 还有一个 现在的后来 到哈罗国拍片 大家知道 江吴 江吴知道是谁 吴宇森 对 还有这个 王家卫 大概基本这些人 别的 王家卫的是小众 基本大学里边 你跟那大学的 这个爱好电影 电影系的老师 你要聊天 美国大学里 我跟电影系老师聊天 他基本都知道王家卫 但是你跟那个 工程系的老师 也经常有的华人 他都 王家卫是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个 哎呀 成龙电影真好 都是华人教授 比如电机系的 他就说成龙电影真好 真痛快 你可以发现 那个教授在海外 当教授的 他也是这样的水平 那你说了解中国 是不是认重道远 还是确实 路很长 路很长 所以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一套武侠 是西方人能接受的 一个中国电影的品牌 他把它利用起来 这个元素 第一个是 玄幻奇幻 玄幻奇幻为什么好呢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年轻观众 年轻观众 他是游戏出身 所有人都有游戏的经验 游戏就是凭空捏造 那个东西 创造一个和现实世界 平行的虚拟世界 所以你看 大家看 最近中国的所谓大片 基本上这三个元素 大家看无极 虽然是馒头给恶搞 大家都很反感 都不喜欢无极 但他其实非常想讨好你们 讨好年轻观众 但是年轻观众 因为可能陈海哥太老 他不太疼 所以还是挨骂 大家还是不喜欢 但是喜不喜欢 他要做的那个 就凭空创造的故事 他想造成一个跟游戏差不多的故事 他好意 但是你们大家不理情 他有点像屈原似的 窝囊 他不被理解 他其实想讨好大家 或者向大家 或者寻求支持 但是我们这些网友 还是很凶残 对不对 毫不客气 我觉得人生真是无奈 人生真是无奈 我能够感到陈海哥这个痛苦 你想想 他多委屈 他本来想帮你们大家忙 让你们喜欢 我凭空造出来一个 玄幻的故事 跟游戏差不多 但是你们看还不像游戏 没那么过瘾 你们就骂 然后他就很痛苦 这什么意思 就是这三个元素 然后第三个元素是什么 就是爱情 人的感情 这一定要有 这个是大概人类永恒主题 任何电影 一定做到最后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没有爱情 那你怎么 没有女主角 那就不叫电影 这是人类女主角的传统 确实没有女主角电影 一般都是要死的 这个绝对 除了个别的之外 基本上这个电影 一定要有爱情 没有爱情电影 确实 这人类的娱乐 基本上就是感情的生活 是这个最基本的 人类的渴望 你可以发现 大家看看Google 或者百度 第一个这个 检索的永远最高 那个词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 你可以发现 永远是第一的词 是哪个 就发现人类是多么的 没有意思 人类 不是很有影响的人类 你看Google 和百度 所有的人类的 检索 检索的这个系统里面 第一个最高的 就是所有人 检索上去最高的词 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这三个字的一个英文词 我不说了 那什么意思呢 这当然我们在网络上 应该提高我们 觉得我不应该 老检索这个词了 这个我劝告大家 现在网络文明自律 大家不应该再检索这个词 但是你可以提高我们全人类的文明水平 任重道远 这个事还要走很长的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三个元素 一定要有的 为什么 它要打破这个市场的边界 所以英雄开始就走这个路线 最后你可以发现 走这个路线以后 接着就出现了英雄 一个大片 十面埋伏 又是这样做的 一定是国际有大明星 什么大明星 比如张万玉 是有国际宣传的 张子怡是有国际宣传的 能力的 这一定基本上 这些电影 基本上依靠 依赖别的大明星 还考虑韩国 比如张东建 是有这个东南亚 东亚的市场 张东建也非常好 当然在美国 还不太有人知道 但是你考虑这个亚洲市场 比如韩国发行 那怎么办 一看张东建也有了 你看在日本发行 张东建也可以 然后你看越南发行 你别看越南这个地方 他很多追寒流 我到越南 最近刚在越南开会 河内开会前去年 河内那个地方 追追追寒流 也很厉害 跟中国人民一样 张东建在河内也有好招力 所以这个 东亚这个市场 你看就保证 这就保证了 然后你可以发现 这些明星用了以后 为什么呢 就是保证他的市场 在全世界市场的发行 张子怡在美国市场 有一定的好招力 然后你可以发现 这些都基本上 最主要的英雄 他一定用李连杰 为什么 李连杰是美国市场里面 非常稳定的保证 因为李连杰在好莱坞 已经变成了个 武打中国人的一个 非常重要 象征性的一个中国人 所以李连杰的作品 一般都在美国市场 不会差 所以你可以看 最近李连杰的货源奖 在美国市场也是不错的 已经公演了 也在美国市场相当不错 就李连杰有相当的好招力 这Jeff不是闹着玩的 他就非常有好招力 所以呢 这个时候这个大片呢 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巨大的一个现象 最后你看冯小刚 这样面对本土市场 他现在有很大的压力 就发现他的本土市场 你要用这个本土市场 像他贺岁片的模式 已经难乎为继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冯小刚也改变了 自己的风格 开始改成了什么风格 大家知道 最近拍的夜宴 走的也是这个路子 基本上是三条 全换 这个污打和爱情 有这三样 这个中国大片的类型 基本上现在定在这三种 大家看 主要是做中国 要做大片 投资上百 上千万 上亿的大片 基本上这个 几千万大片 都是这个 就中国电影 大片基本上 已经取得了一个模式 为什么有这个模式 我觉得这个模式 有两个特点 值得大家注意 一个是题材 是架空的 就有一种架空性 什么叫架空性 就是跟现实生活 不是直接相关的 它是架空的 什么叫架空呢 大家看 现在这个世界 有一个 就虚拟世界 基本上就是架空的世界 大家看 在网络上 你的交往 基本上都是不真实 就大家都化名 QQ里你化名 王三 然后这个QQ里 化名李武 这种 有很多这种 其实是夫妻俩 不是好多人 都写了这种故事 小说 其实夫妻俩 然后都耐不住寂寞 就在这个QQ里面 然后就瞎聊 最后聊在一起 最后说要碰面 然后最后夫妻俩一看 一个拿着这个信 一个拿着一个杂志 然后对暗号 我们两个在这对暗号 这个是 这什么就是虚拟世界 跟真实世界 它有平行感 平行的 这个平行世界 创造了一种人类生活 现在前所未以为的 一个架空性 大家从电影里面 就会发现 现在这个世界 越来越架空了 你比如世界上 所有的人喜欢的电影 或者是小说 都具有这种 大架空性 比如哈里托特 比如魔戒 所有这些 都一定具有这种架空性 没有这架空的电影 你几乎你的电影 很难存在 纳尼亚 大家不知道看过没有 就几乎这些电影 什么金刚 还有金刚也是翻拍的 其实也是架空的 有怪兽 你看这些电影 就是现在的电影 从星球大战开始 你看这个美国电影 走向 这个架空的电影 越来越变成 这个电影的主力 这个主力 跟中国电影的历史 也是不相关的 中国电影历史里面 有没有 中国电影历史 也有幻想的电影 但是我们的幻想 中国小说有幻想 但是我们需要幻想 过去的幻想 一般都是嘲讽现实的 但是现在 我们不需要 嘲讽现实了 就是架空的东西 架空就创造了 另外一个 完全不同的世界 所以我们大家 现在每个人 都喜欢到游戏里面去 就经常有那个年轻人 所以我经常 我不经常去网吧 我这是由于闹了事 这次有了事以后 我去了好几次网 因为一直在出差 所以最后发现 我笔记本没有带 就带了一个小的 PDA 后来我发现 写的太慢 然后我就只好 我因为怕麻烦 没带笔记本 最后发现 最大的错误 我因为没想到 会有这种 莫名其妙的事情出现 所以后来 最近老去 每天晚上去网吧 去发博客 去写博客 在网吧里写博客 我就发现 哎呀 那个小 那个年轻人在里面 就大声的嚷嚷 哎呀 好坏 他就拼命的喊 他喊的什么呢 我看他在干嘛呢 就玩游戏 最后发现 这个游戏 你看这个世界 是跟这个 我们现实的世界 是不发生关系的 然后他这个人 进到那个世界以后 他好像在那个世界里 变成个真的人了 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 是架空的世界 所以这个电影 现在都必须要有 这个架空性 才能吸引年轻人 就跟游戏一样的电影 变成这样的电影 所以这个架空性啊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流行的小说也是 比如说像朱仙 好像一个大小说 一个 对吧 大家看 也是非常架空的 那还是架空 第六部已经出来了 大家看过 看到没有 第六部也 朱仙 朱仙这种小说 也是架空 他跟金庸的武侠不一样 金庸的武侠 还有明确的背景 虽然也架空 但他起码还有一个背景 比如说 他一定是讲的是 明朝末年 或者元朝 或者这个宋元期间 元朝和宋元明期间的 这个电影 所以究竟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会发现 架空性 变成了年轻人 必须要有的要素 所以这些电影都一定要有这个架空性 这是世界电影的主流 你可以发现票房最高的电影 一定是架空的电影 现在你光讲爱情电影不行 年轻人也不爱看那个爱情 不感兴趣 光讲这个人生的电影也不感兴趣 真正厉害的电影就是这个 所以架空性变成了这个电影基本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中国的元素 中国元素和架空性的结合 然后再加上人类不变的感情 大概这种电影的结构就成了 所谓中国的大片 大片越大 就是这个意思 一定有大制作 然后打破这个边界 这套东西变成了这个中国电影 最主流的一套电影 这些电影里面 大家会看到 这些电影里面表现内容都非常的博杂 它告诉你的东西 其实跟我们现实生活还是有关的 比如十面埋伏 大家最不喜欢的一段 就最后 这个张子怡和这个 张子怡在那快死了 老不死 大家非常反感 就是这个 他一会儿他又站起来了 然后从秋天一直打到冬天 打来打去 这个人还老不死 他一会儿就起来 然后大家很生气 说这个电影不真实 说这怎么行啊 但是他告诉你 他说你 我原来就没想追求真实 这当然有人说是一个偶然 就是那个时候 正好在那个地方 有一场雪 实在是等不及 还只好拍雪 但是其实他有一个含义 就是他表现的那个电影 其实十面埋伏是一个非常深的主题 就是说个人的爱情 个人的感情 其实跟一种人类的组织啊 人类的这个权力相比 它是微不足道 它无论是 比如那个里面讲的大唐 还是那个小妹在的那个飞刀门啊 都是压抑人的感情的 但是人在想逃出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 他告诉你你得老老实实在这个体系里面 这不可能的 为什么 两个人在打的时候 大家还不知道注意到这个镜头没有啊 就从春秋天打到冬天 其实它有一个很深的含义 这倒不是乱说的 大家以为这个是胡搞啊 下边就是违背事实 他本来也没有事实啊 这个本来十面埋伏就是违背事实的 他为什么这么违背事实呢 他有一个道理 就这么打来打去 它其实象征着这个 就是人类争取自由的愿望的这种坚定性啊 就这两个人拼死打 为什么 是争夺这个女人 争夺这个女人 其实他们两个人 对这个秩序 对世界的一种绝望的表现 就争取这个已经快死的女人 是他们两个人唯一的愿望 这个愿望 其实就他们两个人也愿意走向死亡 就没有出路的 然后这个电影 在这段里前面 就是光看没打以前 其实有一个镜头 大家都忽略了 就是大唐的士兵啊 已经哗 就把这个地方包围了 不知道大家看到那个没有 就是说 实际上大唐的士兵们 已经把这个地方包围 这两个人 其实根本没办法逃出这个 世界的秩序 就告诉你 这个世界 其实是没办法逃脱的 这是一个很绝望的故事 但它表现的 非常的有戏剧性啊 所以大家不喜欢的时候 大家就说生气了 这个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其实还是有它的道理 但这个道理呢 你不接受 因为你不喜欢啊 你不接受 不接受呢 但其实它的道理 它是愿意这么讲的 所以呢 这些电影 它里面表现的内容 其实跟现实有关系 但是它是一种超越的 所谓架空的电影 只有一种架空 无极其实 里面也跟现实 有一种隐秘的关系 就个人和秩序之间的关系 也在表现这些 但是无极所表现的 这个架空啊 比张艺谋电影更架空啊 你看妖魔鬼怪都出来了 怪怪的 大家都看得很好玩啊 就确实有架空性 非常强 这个特点啊 大概是中国大片的 唯一的特点 就是架空 那么第二个 现在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 这是大片 现在新世纪中国电影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中国电影 另外一个路子 就是小片越小 你可以发现 中国电影 现在出现了一个 很小的制作 中国电影啊 现在这个新世纪以后啊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这个数量 电影的数量 开始急剧的增加 你可以看 那最奇怪的现象 就是中国电影的数量 急剧的增加 就大量的新的电影出现了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就是中国有大量新电影 就是从这个前几年啊 一百多部电影 在新世纪以后 就陆续开始突破两百部 现在去年已经达到两百六十部电影 拍了两百六十部电影 那大家从来没看见过那么多啊 就两百六十部电影 然后同时呢 今年就要突破三百部估计啊 今年电影突破三百部 预计二零零八年突破四百部 二零一零年 中国电影也突破一千部 非常宏大啊 这个当然这个预测 到二零一零年是不是能 二零一零年是不是能 突破一千部我不敢说 但是这个数量已经开始 向好莱坞追赶了 好莱坞现在每年 基本上四百部 基本上四百部 就是美国电影 整个美国 不是说好莱坞 不是好莱坞有各种不同 制片厂总的来拍 还有小制片公司 总的一共美国电影 一年四百部 但是中国电影 现在一年两百六十部 可以 当然最高的产量 大概基本上是印度 印度保莱坞电影 是成批制造的 这保莱坞电影 大概一年也有四百多部 跟好莱坞一样 它中国赶上了 但这些电影呢 奇怪的就是 这些电影 从来在院线里面没看过 大家也不知道 有这些电影 就跟不存在一样 它是审查完了 因为这个 我碰到这个 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 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法律限定下活动的组织 这个就是审查这些电影 这个审查委员会的人 都特别痛苦 就是他们人数很少 这些人呢 要看这么多电影 都看晕过去了 就是这个 受不了 每周要好几次去看电影 连周转 然后省不过来 因为太多了这电影 两百六十部 你想他这么一些人省 他怎么省都过来 太累了 那么累 最后看完了以后 他们很辛苦 但大家也没看到这个电影 从来就没出现过 都允许放映了 但是就没有院线接受了电影 为什么 因为这些电影呢 它投资很低 然后呢 中国的电影观众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城市观众的胃口 已经被好莱坞的电影 调得很高 你发现这电影啊 你要是一个小制作 你比如说你讲 像过去似的 讲一些亲情 你比如说这个 拍了很多那个 讲亲情 讲爱情 这电影根本就没有人看 为什么 就你的趣味 你的这个 看电影的胃口 已经被好莱坞 那种宏大的气势 调高了 要不做三维动画 做的那么多 迪斯尼的三维动画 做的唯麦唯翘 用玛雅做的那东西 那么厉害 然后你就发现 盯不住了 这个时候中国电影的这个 胃口掉高了 城市观众胃口掉高了 农村观众又不是一个 经济的意义上的市场 它基本不是经济意义上 虽然这个 我们有很多送戏 给农民兄弟看啊 送电影给农民兄弟看 这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我们广电总局说 这个取得很大成就 确实也取得很大成就 然后送到农村 下田头给农民看电影 那农民也很忙 他说那没时间看 我回家看电影剧 但是我们还是做了 很大的贡献 这不能说没有做贡献 确实做了很多贡献 但是同时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市场啊 他被好莱坞电影调高以后 他有个准路的门槛 就高了 就除了这种 中国造的大片 张艺谋成凯歌 农小刚之外 你发现其他导演啊 几乎就进不了院线 就院线就不要你的电影 为什么 他知道你的电影 一上片就要下片 因为贾张科这样 在国际上已经有 非常好的声誉的 连续后很多角的年轻导演 他的世界 他因为他前面几部片子 就任逍遥车站小五 大家可能都看过碟啊 很容易买到碟啊 这些电影都是很好看的 就是在小众市场里面 获得了一致的评价 看碟的人都喜欢 但是你发现 一旦到大众市场 这次世界的上演 就是一当头一霸 就完全失败 最后发现几乎就没有出路 怎么办 这个小片几乎就是 拍摄出来就是死亡 但是他为什么有人拍摄呢 他有两个好处啊 他有人拍摄 为什么 一个呢就是说 这个有很多人呢 这个中国现在富裕了 有很多这个人呢 年轻时候做过电影梦 但是呢 他没有实现 现在呢发现 这个投资电影其实很便宜 又放开了 电影的制作又放开了 就是随便谁都可以 只要有个故事大纲 你成立一个公司 都可以拍电影 那你想 放开了以后 有自由 同时呢 拍摄电影成本就相对低 你只要压低成本 就是过去 你吃一盒饭 那个有肉 现在把他改成榨菜 从五块钱改三块钱 这样的压低成本的话 五十万块钱也能拍个电影 一百万也能拍电影 出五十万一百万 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难 有钱的人 因为越来越多经济成长 那么这些人呢 为了年轻时候的梦 很多人想当明星 没当成 那怎么办 我也偷拍一个电影 然后过过瘾 这种电影就很多 这些电影呢 当然他就不敢找 著名的导演 他找些年轻导演 而且有一些意外呢 给这些投资人 一些很好的启发 就这电影 你发了五十万一百万以后 拿到海外电影节放映 意外的获了奖 最后呢 海外的艺术院线 把它买了 最后你发现 这一百万 变成了十万美元 你发现十五万美元 最后发现还有赚呢 这个时候就这种意外 就鼓励了大量的拍电影的人 所以这种电影 现在中国电影的 爆炸性的增长数字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跟院线无关 跟看电影的人没有关系 只是制作电影 但是这个也有贡献 比如对GDP的拉动 扩大内需嘛 你说这个很多人就业 在这拍电影 忙了忙了半天 这个也是扩大内需 把这个五十万花掉 本来也是激励消费 它这个也是对国家的 一个帮助 这也是做了贡献 确实是 当然这贡献的方式呢 当然跟电影没有关系 它是对整个经济的贡献 对经济做贡献 但是呢 这样的拍电影的方法 它创造了一个 中国电影快速增长 这个增长中间 真正有意义的是 一部分小片 就是小的越小的这部片子 就是你可以发现 最近有一系列的电影 就是王小帅的青红 茉莉花开 大家可能都看过 最近这种小片呢 非常的繁盛 然后这种小片 还有像张静初演的 花妖新娘 花妖新娘 这一系列的小片 年轻导演拍的小片 它都有很大的创造力 还有比如像陆川的 可可犀利 这是按大片制作 运作的 但虽然票房失败 但是他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就这些电影 都是由年轻导演 二十几岁就获得了机会 这原来中国电影 历史上是很难得的 没有机会的 或者现在呢 在这个电影市场里 获得了机会 为什么获得机会 很简单 用年轻人便宜 你要用一个四十岁的导演 他已经有一定的名声 他要钱就多 但是你只出这一百万 怎么办 这个人他没有机会的 大学干不业 那怎么办 你说给他五万块 拍不拍 他说也拍 这样就说 哎呀 所以这个年轻导演 获得了很多机会 拍电影 就是一出来 几个二十岁 二十几岁 刚刚电影院毕业 什么也不是 他就拍电影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便宜 但是呢 意外的是这些人 他因为他都是在影像的文化 通过看谍套出来 所以他拍电影的感觉 一开始 确实就比那个老导演 要厉害 所以现在这个电影的情况 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 所以这个小片里面 有很多好的电影 比如说有一个电影 叫《盲井》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盲井 盲井也是这个 就是演的傻哥儿的 那个王宝翔 演的 这个电影 就是在这个一个 井下 这意外的 对中国现实 有一个批判性的关联 就是最近我们出现了 一系列矿难 那个电影就讲一个 非常残酷的 可怕的故事 就是把这个 把人骗进 矿井 把他杀掉 然后领取他的 傅序经 这非常恐怖的故事 但是恐怖故事里面 包含着 对中国现在是这种 不特的理解 就这些小的片子 其实他不是架空的 他好像是 他用了一种 个人的感觉 个人的创造力 来面对一个 中国的想象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小片子里面 有大概几种 一种是怀旧的角片 就是怀念 自己的青春时代 七十年代 怀念这个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 转型的这个开始 这个电影不少 这样电影不少 大家会看到很多 这样电影 就是怀念这个七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 这样一个历史 在这个历史里面 重新去寻找自己 这是一个部分 另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 怀叫的电影之外 还有一个是 面对现实的电影 就像《芒井》这样 还有像《贾长科》电影 这样 就直接的切入到 中国当下的现实里面 对这个现实做出一种 强烈的探索的反应 这些反应呢 对好莱坞电影的观众来说 都是 习惯好莱坞电影的观众来说 它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对于另类的观众 小众的观众来说 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它的流传呢 它现在几乎 对这个胶片的形式 它都是以谍的形式 或者网上下载的形式 在这流传 虽然它的胶片的电影 比如说 还有《芒利文》的《我们俩》 大家可能看过 《我们俩》 一个小的 这讲一个老太太 和这个一个小女孩 相濡以沫的这种感情 这些电影 小的电影 却恰恰它也表现了 中国人民 在这个急剧变化世界上的 这种对世界的反应 对人的看法 所以这样两类 大的越大 小的越小的电影 可以说是当下 中国电影的一个 基本的形态 基本的形态 这个小的电影 它有回忆的电影 有面对当前的电影 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 还有很多的 最近的拍摄电影 数量很大以后 你发现大量的 对现实的思考的电影 几乎进不了院线 但它们都在 这个小众里面流传 随着这个电脑技术的发达 这些电影 其实现在在网络下载的 可能性非常大 同时呢 它作为碟片发行 就是中国电影的流传 现在发生了 一种根本的改变 原来只有在电影院看电影 现在呢 我们有了这个 看碟的一代 就是年轻人 既是尿布施的一代 又是看碟的一代 什么叫看碟的一代 就是它的影像的感觉 它的视觉的感觉 它的视觉文化的意识 都是通过看碟形成的 它一出手 就是看的是欧洲 美国的欧洲大师们的作品 纯艺术的作品 比如看日本大师 小金刚阿尔兰的作品 看这个阿尔莫多瓦的作品 看什么这个 格林纳威的作品 就是看的都是一个 非常小众的电影 这些小众电影 培养的这些趣味 那么用这些趣味 来看待这个电影 现在有很多这种 就是看碟的影迷 看碟的影迷和电影院的影迷 基本上是两类人 看碟的影迷 好像比电影院的影迷 更前卫一些 都是一些前卫青年 看电影院的影迷 好像更保守 更趋向于这种 公司白领 这个族群 基本上电影变成 一个年轻观众的世界 然后呢 同时呢 这个电影 在另外一个社群里面 它的作用在急剧的缩小 你比如说你年纪大的人 40岁 30多岁以上的人 他的文化生活 基本上电影生活 被这个电视剧生活 所取代 他基本上是看电视剧生活 比如看炼剑 炼剑的观众 其实年龄 基本上偏高 就是年轻人 基本上是看电视剧的 大家都 基本上这个 我们大家可能都不是 电视剧的观众 但是都是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 是这个电影的观众 电视剧也只看韩国的 或者是 所以呢 所以这个情况出现以后 中国电影的这个格局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怎么面对新世纪的 这些变化挑战 我觉得现在中国电影 确实是面临着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这个好莱坞电影 现在呢 你可以发现意外的就是 原来好莱坞电影在中国 好像不可一世 但随着这个中国大片子崛起 好莱坞电影 现在除了一些主要的大片 别的片子 好像反应都相当差 最近一段时间 除了几个最大的片子之外 其他的好莱坞电影的票房 都不如中国这些大片 所以这个情况也出现 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启示 我觉得有两个启示 这个中国电影市场 第一个启示就是 不要害怕开放 恰确实是开放的市场 才能给自己机会 才能锻炼处理的这个队路 比如说中国电影出现这种 中国大片子 只有在这个开放的环境下 才能出现 所以第一个启示是 不要害怕开放 从电影的市场里面 得出的结论 第二个结论就是 电影观众的形态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些改变 其实决定了中国电影的未来 中国电影 未来究竟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需要从 这些年轻观众那去找答案 当然可能我觉得 大家这些年轻人 都不是电影的观众 大家的文化娱乐生活 跟电影没关系 或者少量的是电影观众 很少电影观众 但是我觉得电影 不管说一百年前的这个艺术 对我们大家来说 还是有关键的意义的 关键意义在哪 就是电影创造的 这个视觉的想象力 跟电视剧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一种 视觉文化的中心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 不管是通过铁片 因为几乎每个人 都有笔记本电脑 都能够看DVD 这个我觉得 没有没有 没有那就是说 反正还都能使用电脑 都有机会使用电脑 因为我发现 没有人没有email 没有人不能使用电脑 但是笔记本电脑 现在也是还便宜便宜 现在有三千多的也有了 两千多的也有了 有有有 还可以买二手的 二手才八百多的也有 你有个word能写就行了 能看这VCB也行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不管怎么说 通过这个歌主渠道 我觉得这个DVD机 尤其是已经极其便宜了 就是说看电影 享受电影 还是一个人 视觉文化训练的 一个基本的元素 就我希望大家呀 就在这个中国电影 这个极具变化的时代里面 我觉得不光是要看洋电影 还要看一点本地的电影 我觉得中国电影 确实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如果没有大家支持的电影 就没有前途 所以我是觉得呢 我一个希望 就是我觉得 讲了这个电影的事实 给大家提供这背景的资料 我还是希望大家 不管是去电影院 还是在家里 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 不管是有笔记本 还是没有 还是有这个台式电脑 还是根本就没电脑 但是我觉得 大家还是看一点电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文化生活的 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希望 第二个希望呢 就是说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 看一点中国电影 为什么 因为中国电影 毕竟是我们自己 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 对自己的世界 对人的看法的一个集中的表现 虽然电影在衰落 但是他这个衰落的那么美 就是那么美的一种衰落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时候让他衰落的速度慢一点 让我们大家有更多的机会 欣赏这种伟大的艺术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 有一个美国的伟大的将军 叫麦克阿瑟 他说这个老兵不会死 只会慢慢的消失 老兵不会死 还有一句名言 他在告别他的军旅生涯的时候 退休的时候 他说老兵不会死 但是他会慢慢的消失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慢慢的消失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电影的历史 就是老兵不会死 他还会站在那里 不会消失 也不会消失 电影就是那个老兵 但是他不会消失 所以我是觉得 欣赏电影 不管怎么说 我刚才介绍这背景资料的意思 其实今天这个演讲 是一个通俗性的演讲 为什么呢 就是我希望这个跟电影艺术不相关的人 还是对这个艺术有一份关切 大家回去 不管是买几张碟 或者买一张电影票 都是重新享受一种高雅的 或者不是叫高雅的 或者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这个文化其实跟我们大家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文化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梦想希望的一个部分 所以最后呢 我结束呢 就是讲一个电影的故事就结束了 就是这个 有一个电影叫做这个 我的美丽相酬啊 是徐静磊和这个刘璇演的一个电影 是一个年轻导演叫于忠演的 这个电影呢 他讲的是 人的 一个服务员 女孩到这个广东去 一个呢 是这个 徐静磊演的这个白领到广东去 他们经历了种种的痛苦 最后终于呢 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这个电影拍得很感动啊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 虽然我感动 就长得胖胖的 非常难看 而这个女孩呢 就不受 他爱的男孩也不喜欢他 就特别受冷落 然后他有一次偷打别人手机 这女孩特别热心的 就是属于那种 有嘴没心那种女孩 他就有一次偷打别人手机 结果被解雇了 解雇以后 他就要收拾行李走 他很感伤的一个故事 他收拾行李走的时候 他就拿着这个 把行李卷上了 卷上以后 他走 看没人送他 他就非常压抑 他冲到这个阳台上 阳台的外面是非常灿烂的 广州的夜景 然后他就大声的嚷嚷 说我要有好多好多钱 我要在这个大楼 这些大楼里面买一个房子 我要和最帅的帅哥结婚 然后他就 然后他就消失在这个电影 后来好像他在这个电影 最后就死掉了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看到那个 他的梦 大声喊出他的梦想的时候 你觉得非常凄凉 你觉得非常痛苦 但这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 从这个故事 我这个镜头 这个女孩子冲到那去 大声喊的时候 我突然就发现 这其实是一种 非常有力量的声音 就中国的很多人 他做的梦就是这个梦 但是这个梦里边 你发现 他的困扰就是 他没有电影所提供的 那种精神的想象 只有一个非常实在的想象 找帅哥 有房子 在电影给你提供了另外一个东西 我觉得他如果看一部电影 他不会这么喊出来的 多看几部电影 不会这么喊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 虽然有这个梦想藏在心里 但不要这么喊出来 多看两部电影 谢谢 这次我在武汉 跟大家留下非常好的回忆 我觉得非常感动 这么多同学这么热 我觉得这个场合场面 是非常 让我觉得非常累 非常热 热得非常可爱 所以我觉得武汉的经历 是我在一个非常独特的 我人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阶段 然后 所以我要 跟大家 让大家这么多信任我 让我觉得 有一个机会 在这儿让大家 表达我自己的意思 我是觉得挺感动的 我觉得大家都真诚地 在做到现在 我觉得 我们的心相通宝 所以我是非常 最后再 谢谢大家 没有这个话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